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一些像GPU 最近的话也有做一些像是通讯晶片 比较说这个Codeo Codeo N的话是On的针对NB-IoT技术 NB-IoT技术背后有很多公司 像华为Quadcom 这些公司基本上对新一代的物联网技术做了很多调整 做了这个调整之后他们尝试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提案再变成了新的技术标准 既然成为技术标准之后 On其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让On也去把中间的技术汇整起来 汇整起来之后就提供给更多的IC设计业者 可以去从事相关的这个开发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棍中 那基本上是整个这个相关的智慧财产 那当然对应的这个公司 比方说像这个NSP NSP, TI, MEDIATEG 这些公司基本上就是使用这些智慧财产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On的ISA的时候 基本上它有分不同版本 比方说这个V1,V2,V3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V8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ISA的焰 我们讲到这个On V1跟V2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的整个定值范围 就是它的EdgeSpace的范围事实上是只有26个bits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在Linux Kernel里面它是这样 它叫做On26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 在Kernel在2007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提案就是说 把这个过去的针对OnV1,V2,V2拿掉 为什么这个26就是指这个 这个26bit的OnV1跟V2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看 就是说 事实上On的这个处理器呢 就是说以30Win的版本来说呢 它有16个 16个32Win宽度的战断器 那其中13个是GPR 就是通用战断器 那R13,R14,R15 这后面这三个很特别 就是说它后面三个 就SP,L,R,PC 这分别对应的是R13,R14,R15 那基本上有不同的用途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途是什么呢 事实上R13主要是为了这个 跟两件事有关 一个是这个程式语言 就是说程式语言比方说像C语言 A互交到B B再互交到C 类似这样的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一个什么 我们会需要Stack 去保存它的这个 保存它的这个参数啦 还有说 包含说它的 我要返回的地址 我要有个地方可以保存 那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兴趣 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叫AAPCS 好 那AAPCS的话 只在讲的话 就是Pocedural Code Standard For Unarchitecture 所以就像在整个棍中 事实上 整个是有很明确的规范 所以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在画面中显示的 这个是一个Coling Conven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左边 左边是怎样呢 左边是这个Stack 就是说我在呼叫一个韩式之前 然后原本Stack 左边那样子 那呼叫一个韩式之后呢 就变右边那样子 那可以注意到 左跟右边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吧 你看到LR 好 这个东西是吧 就是那个Stack StackPointer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然讲出来 这个这个 Link Register 占能器 还有不然本地端 那以及人 他要知道什么事呢 他要知道 我要返回到哪里去 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是SP 然后LR 还有PC在做的事情 好 那PC呢 注意到 PC很特别 这个东西叫做Poing Counter 那事实上它存放的是 下一道指令的这个 地址 那我们要知道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on是叫做on mall 一个叫 或者on state 或者叫on mall 或者on state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叫做 thumb thumb state 所以 基本上呢 这个thumb的出现是为了什么 为了提升这个指令的密度 那我们先有讲过 on呢 早期呢 是很愿意为了客户做很多 很多调整 那其中呢 我们在上个系列有提到说 on为了Nokia 为了这个Nokia这个客户呢 他做了什么事呢 所以基本上本质上呢 在第一代的这个thumb呢 它的指令是16位颜码 好 那16位颜码的话 大问题在哪里呢 大问题在于说 我今天我的这个Poing Counter 事实上呢 因为我的 我整个指令是16位颜码嘛 所以你变成Poing Counter 它指的位置 也会跟着不同 好 这件事要特别去注意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 对方什么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on的在相对早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手机来讲的话 都已经是到右边了嘛 你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部分 那 那 那感谢大家回报 这个 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个蛮奇怪的 那我们刚才提到什么呢 我们提到说这个 在这个on的这个发展 那你可以看到说 从早期这个 早期呢 比方说on710 那on710的话是 实作的名称 implementation 那你注意到后面有个T T表示什么 表示具备 那什么呢 就是说 像on710T呢 它对应的架构是什么呢 它对应的架构是 就是onv4 好 那 这onv4呢 基本上它是这个 iSA的 iSA的版本 然后呢 随着到 接着呢 就是onv5 onv5 onv5它对应的实作叫on926 那on926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技术突破 因为整个on926它的实作呢 是属于这个 所以它其实具备cache 然后它也具备5级的这个 5级的pipeline 那整个on926呢 事实上在今天 你还在很多地方看得到 比方说你在行车记录器 行车记录器里面 它对应的实作事实上 很可能就是on926 然后呢 接着推进到这个on176 on176也是实作 它对应呢 架构名称叫做onv6 那onv6的话就比较丰富了 是一代的thumb指令 这个名称叫thumb2 但是thumb2呢 也不是每一款onv6都有 事实上 它的对应的架构名称叫什么 叫做onv6t2 t2表示thumb2 所以你看到 在早期on的命名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名字都很长 比方说1176 那那甚至像1136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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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说 它这个命名 基本上后面伴随着 相对比较长的名称 然后再来是呢 你会有对应不低啦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然后再来是像 刷子组织为了这个安全 做考量的 那接着呢 一直到这个 2004年开始呢 on这家公司 有一个完全完全不同的策略 在2004年开始呢 on这家公司呢 把它所有的产品 就重新命名 叫做Cortex 好 那比方说它有Cortex A 然后针对什么 高端应用的 Cortex R 针对real time 像这个车子 或者是这种 LM 这个针对microcontroller 那刚好这个ARM 比刚好摆起来 刚好摆起来 就是ARM的那个 就是摆起来又叫on了 那所以 从2004年开始呢 这个on的这个产品线 就很有趣了 它的都是叫做Cortex 那用Cortex来命名 所有的实作 当然在整个ISR 还是用V7 V8 这种V开头的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扩展 就是扩展 这种英文叫做extension 那事实上ARM的整个extension 非常多 就像你在画面中看到了 事实上 它有非常多的extension 好 那我们要怎么去理解 理解这个ARM的extension 基本上 基本上实在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几个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SynD 那SynD的基本上呢 对应到 如果我们对应到 Intel架构呢 你可能会听过这个MX啦 或是 那是很早以前的 而且MX 那后来也叫SSE 那新一点东西叫AVX 那基本上这次都是属于这个 AVX 这些东西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这种SynD 那它是这个ARM的这个 讲出来Intel Intel这个扩充的指令 那它可以做很多试囊 那早期呢 是故意把它跟那个多媒体 有一些多一些联想 所以比方说像从MS啊 那个M 那有人就猜是不是多媒体 Intel的说法是叫Streaming 那不管怎样呢 其实它本质上 它的设计是要干嘛呢 就是 我一道指令可以处理多道 一道指令处理多道指令 那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的话 就是说像你考虑到这个乘法 乘法的这个 就是不是单页的乘法 是矩阵乘法 那矩阵乘法的话 你往往都是一个什么 比方说一个Matrix A 乘以Matrix B 那所以基本上你在乘的过程中 它是 它是 它其实建构在什么 乘加 就是 乘法 加法 这种这样的组合 然后资料跟资料之间呢 基本上我在存取的过程中 基本上它没有太多的相依性 所以你看像Matrix来讲 不管是4乘4的 3乘3的 基本上我这个 航跟列之间的这个乘法 做完之后做加法 基本上是可以独立 独立进行 那 Aum呢 它虽然是 Risk架构 但是Aum 做了Risk架构 比较罕见的事情 它也是加了 就是 Risk跟Sysk 在2、30年前 它是一个非常多的争论 你在2、30年前可以看到 尤其在20年前 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讨论 讨论什么 讨论说 Sysk跟Risk的差异 但是我们在今天 基本上这个 这个比较就不是太大的意思了 我们在今天 不太需要讨论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说 好比较英特尔架构好了 英特尔架构从Penten Pro开始 然后所谓叫P6 P6 那 或英特尔是什么 386 486 然后586 586讲Penten 然后686讲Penten Pro 那不过后来Penten 日本英特尔这个指令风格 就是X86风格的转成Risk风格 所以就有20%的电路在做这个指令的转换 然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英特尔架构现在的英特尔架构是什么 是一个高速的Risk 就是过去Sysk才有的特征 所以今天你说Risk跟Sysk到底有什么区分呢 基本上它只是概念上的区分 就是说设计出发点的区分 但是本质上我们今天实作来讲 基本上真的差异不是太大 好 拉回来我们这个SynD 所以我们回到SynD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好 按这个引入SynD之后呢 事实上呢 这个整个设计是违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按了很多指令 基本上它都可以确保在一个clock cycle可以做完 但是呢 像SynD呢基本上是怎样 它不行 基本上它可能耗费的是 8到12个clock cycle都有可能 完全取决于它的复杂度 好 然后呢 这个 按V6的时候呢 开始引入这个SynD 但是当时的限制太多了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SynD 比较好用SynD的 比较广为讨论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在Programment 提及这个AdvancedSynD 也就是Neon 那这个东西是从AnV7开始 然后到AnV8的时候又有距离扩展 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个词 比方说像Neon 你可以看到说 这东西就跟那个前面讲的Cortex 非常像 它基本上是一个MarketingName 它事实上本质上是SynD 那SynD呢 其实它一直在演化 所以 回来看刚刚的这张图 所以事实上呢 你在这过程中 其实比较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会看到An的整体的An的Isa在演化 然后就是V3、V4、V5 然后到V8 那甚至包含说V8本身 它也在变 事实上呢 这个以这个AnV8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 事实上后面也会有版本号 然后比方说AnV8 就是有8.1 那这8.1的话是05年的事情 甚至还有新年东西就要发布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即便是AnV8 然后是如果是A的Profile 就是整理这个Offication 事实上它也会有版本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8.2A 那这个是在理解An的过程中 非常麻烦的事情 因为就是真的跟很多设计 真的不一样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从一些比较细致的地方去看 那我们来看第一件事叫做VFP VFP这个东西都开始引路的 所以你可以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2001年这个An926往上看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VFP 当时有VFPV1 V2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VFP呢 它的全名叫什么 叫做Vector 14 Point 它本质上是一个Extension 那事实上它实作的方式呢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Cole Processor 所以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你可以讲当作一个核心以外呢 事实上还有一个系统处理器 所以它们在处理这种向量浮点预算 好 那这个Unvify呢 它整个 从Unvify开始 你会发现说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整个Extension变多了 事实上你看如果Unv4 Unv4的话呢 它是加入一个State 叫做ThumbState 所以后面会标那个实作标T 标那Unstate 但是呢从Unvify以后呢 像这个Giazira也好 VFP也好 本质上它是一个像VFP 它本质上它是透过Cole Processor的形式去实作的 那这些是对我们这个层次开发的影响是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个它的Cole Processor 其实它会有对应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赞存器的一个命名跟操作 所以以VFP来讲 V1、V2 就是从Unvify开始引入 那再讲一次 Unvify是Architecture 所以实际上我要搭配V1、V2 就是取决于实作者的需求 事实上有些处理器就是没有VFP 这样处理器其实蛮多的 就是像过去我做过一些 PDA 就是数位个人助理 就像在今天的Smartphone 扣掉手机功能这种东西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 基本上它处理资料的方式会不同 比方说以VFP V1、V2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Bank 那这个Registible Bank 它又会分什么 就是你可以看到画面中有四个Bank 就是Scalar Bank Vector Bank 就是三个Vector Bank 然后呢 那中间呢 你可以看到说 它也会有不同的赞存器 好 注意到它的命名方式 你会看到S0、1、2、3、4 那右边可以看到S2、4、2、5、2、6、2、7、2、8 一直到31 好 那这些你可以看到说 0到31呢 基本上这样 有32个赞存器 可是这个是什么 R0、1、2、3 就前面看到这个R0、1、2、3 完完全的不一样 好 那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赞存器呢 它的命名 是完完全不同的命名方式 而且呢 它整个实作 处理资料方式也不同 存量的部分相对是好理解的 就是说 就是 存量 存量的处理方式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存量看到 存量基本上它是数值 那你在表达它的时候 你可以加单位 比方说 今天很优点的 15度 15度C 那但是这个 以温度计来讲 它显示的东西就是15 就是纯粹一个数值 然后我们要特别 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呢 这个操作本身呢 其实有分啊 有个东西叫Vector 那Vector处理呢 是循序的 比方说你Vector里面放SYZ 那所以我今天 处理资料是SYZ 同个时间 我可以确保说 我在同个时间 我有 比方说 我有四道资料 所以我保证的是 四倍的什么 Bandwidth 注意到 那个数语叫做平宽 那所以这个 SYZ基本上它是怎样 它是确保同个时间 我处理的这个 Bandwidth的量 但是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你要让SYZ能够运作呢 在之前需要做一些处理 不要说你要去load 然后等你处理完了之后 你要store回去到什么 GPR 就是通用的战略 好 那基本上从ONV7开始了 有个东西叫做Nian 那Nian的宽度是64128 那同样是Cindy 那它有很多用途啦 就是说像你今天看到很多 Codec Codec里面 它之内就只有Nian 然后比方说我可以快速找一下 比方说呢 这个Google 在好几年前买了一家公司叫 On Technology On To Technology Google在 我看一下 在哪一年买一下 我一定忘记了 总之就是说 在2012年的时候 Google宣布 就是宣布 宣布退出这个VP9 那这个VP9呢 又是源自于 有一家公司叫 On To Technology 它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做的东西很厉害 它做了Codec 好 那Google为什么要买一下Codec的公司 这个很有趣 基本上你可以去查一下 NPEG-4 NPEG-4的售码叫NPEG-LA NPEG-LA呢 它是专门来做什么事呢 基本上专门来做 授权的专利授权的 所以基本上 这家公司是在美国 美国的这个 科罗大多州的丹佛市 那基本上 它是专门做专利授权的 那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有 有所谓的17C 就所谓17Code 不是 就是开玩笑 再跟这样 17C 那17C呢 基本上就是说 有17家握有这个多媒体 那这个 因为你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多媒体这个非常复杂 它就包含很多层面 那包含十几年前 我也有写个专利 我写一个 可以加速成能片压制的那个 引扣这个成能片的专利 不过那个专利我写到 拿了专利奖金之后 我就没再去写下去了 这种伤风败书的东西 不好意思写下去了 我只是为了拿专利奖金 好 很难收 你不能说 我这家公司是有 Basic Encoding的 我收一块钱 那另外一家公司 它的贡献比较小 它可能是什么 DCT 那可能再收个什么 收个0.5美元 这个很难收 所以基本上 干脆呢 让这家公司专门去收 授权 所以 基本上这家公司 它是 收 NPEG 那个 授权费的公司 整个授权模式 做很大改变 就是说 以前MPEG 2的年代 是一次呢 是比方说 你做一个DVD Player 那我卖一台 就要收取1美元 可是MPEG不一样 MPEG可以算 比方说 内容供应商那边 要提供 跟内容供应商收钱 那终端的使用者 就不用收钱 这种模式 那或者说看流量 你流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能跟你收多少钱 MPEG 4的 相对来讲 它的比较有弹性 可是悲剧是什么呢 悲剧是 免费的成本 其实很惊人 所以Google干脆 买下一家公司叫安兔 那安兔呢 自己有Codex 重点是什么 这家公司拥有专利 所以这家公司 有技术 有专利 而且 而且怎样 它的实作呢 是品质还相对是不错的 所以Google干脆 买这家公司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呢 当时推出个VP8 后来推出个VP9 那这个技术很有趣 第一个呢 这个技术呢 它的 它的什么 它的授权 基本上给工作使用 而且还夸张的事情 Google是可以让你 无常使用的 然后呢 包含连带的Source Code 也这样 也是 放到网上 然后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自从VP9的Source Code 放到网上之后呢 开始就会有很多 Synth的这个 Ultimization 比方说这个什么 Nian Nian版本的Ultimization 所以基本上 你在Android的Source Code 里面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 VP9 做这个Ultimization 那除了这个 FMPEG 这个专案实在太牛 太牛了 这个专案就是 这个世界上有一堆Codec 基本上都在 FMPEG上面实作 那包含说 VP9 那里面它也搞了东西 叫VP9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专案 这个 有一个独立的专案 叫VPX 基本上都在做这个VP9 那这个 FMPEG呢 也里面也有做 那所以基本上 在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有人在宣称什么 选世界最快的VP9 Codec Decoder 那所以 就是 它也 意味着 整个运算模式的改变 所以过去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像这个多媒体 多媒体的这个 处理了 过去我们可能需要开一个 ASIC 独立的一个 特质的IC 来做这个运算 然后呢 接着呢 你可能需要用DSP 比方说像以前的手机 比较旧的手机 像这个 我一直到今天还在用的手机 这样的时候 手机里面 它做多媒体运算 是透过什么 DSP 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随着 ARN的指令 就是 这些 Incode 这些Dcode 往往可以透过什么 可以透过CPU提供的 这个 extension去做到 它像前面讲的 尼案 而且呢 它的这个 效能 跟功耗 还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这个大大的缩减的什么 缩减开发成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看到 一个ASIC ASIC开出来就只能给特定的用途使用 那以行收纪录器来讲的话 这OK 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量 量还算大 它的应用不会太大变化 不会就 不会那个 长出一个奇怪的分支 好 然后或者说DSP DSP有什么问题呢 DS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 因为 比较说你昂的处理器 要跟DSP沟通 其实还是需要 一定的成本 比较说BUS 会占用BUS的资料 那或者说 而且最起码就是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 它的整个成本 其实会增加 但是呢 像你昂这种东西出来之后 很有趣 就是对ON来讲 对ON的客户来讲 只是多一点授权费 而且真的相对小的一个增加 所以其实这是合理的 尤其这个 以这个程式开发来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刚刚讲的VP9 Google为了要去 跳脱这个MPEG LA的束缚 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相关的关键字 就是Google真的要去 缴收纪录 要缴多少钱 所以Google为了跳 挣脱这个束缚 它搞了一个东西 叫VP8 VP9 这个Codec 然后呢 VP9 VP8 这种Codec 其实它推广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的Decoding 要做得非常好 Encode还好 但是这个东西 看起来就是爽 对不对 就像我们这直播 看起来前面不顺 你就觉得很痛 就不想听下去了 对吧 好 那所以 这个是一个 SYND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应用 好 那我们来 更明确来讲的话 就是说 这个 4D我们要做的东西 怎么用 比方说呢 在这个 影像处理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做一件事 叫Convolution 好 那 这个Convolution 基本上相对 相对单纯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 从这个 到右边这块 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呢 好 我们左边选出一个 3乘3 我们选出一个3乘3 然后再一个 Convolution kernel 所以看起来 基本上它会做什么运算 比方说 这个4乘0 0乘0 就是谁 然后这个 负4再乘以2 那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SYND本质上 它就是一种 乘加 就是做成法 再加法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的操作 4乘0 然后这个 负4乘 乘对应 负8 那我们当然 今天我们的重点 不再讲影像处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影像处理的过程中 有很多种 很小很小的单元 好 那这个很小很小的单元 其实很有趣 因为往往这个东西 是效能的瓶颈 所以如果说呢 我们能够去提升 提升这个运算的话呢 希望它对整个效能 改进是非常大的 好 那你也许就有听过了 就是说你大概 也可以猜得出来 这是干嘛 如果这个Vector 每个地方呢 我可以这样 每个元素呢 可以干嘛 我可以去瓶颈处理 那是不是可以加快 这个City City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什么 它的这个操作方式 就像这样子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我会有一些指令 所以比方说 刚才讲成家这种指令 当然除了成家以外 它还有一些 位置对调 这种操作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事实上你需要 把资料预先存放在哪里 特制的暂停器里面 所以特制暂停器像什么 特制暂停器像刚刚看到这个 就是说这种 不同的Bank Scated Bank Vector Bank 这种东西 放到特制的暂停器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 我们才能够开始做这个操作 所以比方说呢 以这个你一样的这个命名来讲 那这个 VADD I16 注意到 这个V表示什么是表示向量 所以它基本上做这个加法 以下图来讲的话 这个做这个操作是加法 加法的时候呢 这个很有趣啊 这个Q0是 Destination Register 就是说最终的结果放在Q0 暂停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示意图啊 所以这张图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以你一样来讲的话它的宽度是什么 它是 64个bit 也可能是128个bit 好 那显然在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说这个Q1跟Q2的显然是这样 它显然是128个bit 那这128个bit里面又可以切成好几个部分 好 所以你看 12345678 好 我们切了8个部分 好 那么切了这个8个部分呢 然后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要做向量的加法 你会想说 这个 这个第一个部分 就是 我128 就是128 除以8 所以基本上 你每个16个bit 做一个切割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画面中看到 16bit 这个16bit 加底下16bit 放在这边的16bit 好 那同理 就是说 这边 那每次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这些加法都是独立的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 parallel 就是这个 parallel 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是彼此的独立性 之后有个讲座 对 就是明天 明天有个讲座 在讲这个 concurrency 跟这个 parallion 基本上就是 就是讲 会比较明确的讲 这个之间的差异 但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我们讲 这个parall 这是在意的什么 这是它的独立性 所以可以看到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当我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我每个整数 以16位元宽度的整数 做加法的时候呢 最终结果会存在哪里 Q0 好 那所以呢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什么情况 所以你就知道 SyncD的威力 但是有个前提是吧 前提是资料一定要先放到 Q2跟Q1 所以这是一个成本 再来是呢 之后的结果 其实你不能直接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你写程式的时候 是怎样 你写程式的时候是 呃我们希望 比方说我把它印到萤幕上 其实我需要怎样 从这个SyncD的指令 捞出来 好 放到通用战轮器 或者放到机体的其他地方 我才能够显示出来吗 或是做 做 其他处理 好 所以 基本上它这个额外的load 跟store 我们这边来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在做什么事呢 这个案例来跟你探讨 就是说 这个 呃 这个案例来探讨 这个 就是32位元的 这个RGBA的这个Bmap 那所以我们来看 就是说 呃基本上它就是说 这个 呃 彩色转 转灰界 好 那 人的眼睛呢 对这个 绿色呢 是比较敏感 好 所以呢 如果要把这个颜色 转成这个 以颜色 这个RGB为三颜色的 然后转弯成这个灰界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们要有不同的这个 呃 不同的比例 好 那因为人呢 对蓝色呢 基本上不太敏感 好 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你的 你的三个数总和的是 256的话 那我们是很有趣哦 蓝色只乘28 但是绿色呢 要乘151 所以现在这样 人对绿色 比蓝色更在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是会听到什么 海天一色的啊 蓝天天 老一样哦 具备的那种 翱翔的能力哦 可以随时正式高飞哦 那就像人呢 分不太出海跟天的差异哦 很快就很快就 很快就掉到海里面去了 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哦 然后换个角度想 哎 为什么人呢 我们前面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 哎 这个多看绿色可以怎样 多看绿色可以 保护眼睛 其实这个 这件事很有趣 就是说 为什么多看绿色可以保护眼睛 其实重点不是绿色对眼睛 是不是有帮助 而是人对绿色怎样 比较好奇 所以说 他希望是让你眼睛放松 所以你盯着一个东西 你先找一个绿色的东西 那绿色你 你一开始就比较关注一个绿色 比方说 你想要的 假设这东西是绿色的 好 那你就比较关注绿色的东西 然后你这样 眼睛的焦点就放这里 而且你发现一整片绿色的时候 哎 你就会怎样 你就会自然就会松弛下来 你不会因为说 物体的移动啊什么的 你看到一整片绿色的东西 松弛下来 就打到放松下 所以绿色关键是没有 你是在意绿色 然后呢 一整片绿色松弛 事实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建构在一个 经验法则上 就是人的眼 以生理结构来讲 看这个 看颜色 所以我们今天表达灰界的时候呢 注意到 这个灰界并不是只是0跟1 事实上呢 所谓的灰界是什么 是用一个byte 也就是说2的8次方 2的8次方 也就是256种组合 一个pixel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看一下 它最终效果像这样 所以它不是单纯0跟1 它是 我每个pixel都是用8个bit去表示 这东西叫灰界 所以我们今天向来是把RGB 转成灰界 那我们来看一下原本的程式码 所以原本程式码很简单 就是照着这个刚才那个算术 那 为什么要把分母凑成256 有个重大是什么 256就是位移嘛 也是 基本上就是向左位移8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个pixel就做这个运算 所以你看每个pixel做这个运算 然后 所以基本上做什么运算呢 这里 就是 256分之77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256分之151 那最后是256分之28 那我们去做这个成法 好 那你想 这个东西的项目平均在哪里 显然你猜得出来 应该是成法 做完成法之后呢 还要干嘛 还要做 所以这个成法跟加法都是成本 然后呢 在成法跟加法之间 还有什么 位移量 所以事实上你就想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位移呢 把它改成什么 变成指标操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个16呢 跟24都是这样 都是8的位数 所以如果呢 你的架构是以byte为基础的架构呢 现在绝大多数的架构 1970年代以后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这样 都是以8位为架构的 8 就是以8bit为一个byte 有一些调整 所以比方说 你在这画过程中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去把原本的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实作来讲 它需要什么 0.03秒 那你可以去查 就是把那些数学运算改成什么 改成查表 那显然就快多了 那如果说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你把那个位移处理 变成一个指标操作 又可以更软 那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把它加进来 就是加进来的话 这个整个效果就更明显 那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呢 我们看一个比较悲剧的事情 如果是对应到Pi2 Pi2这个安V7 它是Codex A7的 可以对应到Codex A7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悲剧是什么 就是说 即便做了刚才的最佳话 你可以看到说 从0.35秒降到0.0.23秒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一个还不错的进展 但是这不够 为什么 因为人的视觉战流 人的视觉战流是多少秒呢 人的视觉战流大概是0.1秒 就是 所以人的眼睛 它的0.1秒变化它看得出来 好 你想一件事 我为什么需要做回接 你想一件事 为什么需要做回接 往往你需要做什么产品 你需要回接 很简单吧 电子书 所以你就先想一件事 电子书翻书的时候 翻书 翻书呢 它每一页都是的 都应该是回接 可是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的运算是大于0.1秒 人呢 是会察觉出来的 好 那这显然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 你刚才做了那些最佳话之后呢 还是不够 0.2秒 显然人会察觉出来 人就觉得 当然可以换用更好的硬体 比方说什么 上面一张图 更好的硬体 intel架构 可是呢 如果说你真的要用Pi2来打造 这个电子书的话 你怎么办呢 事实上你可以做什么事 你可以呢 你可以用这个 你可以试着用尼昂 所以你发现一个神奇的地方 自从你用了尼昂之后 考试呢 就100分了 你看原本时间是0.35秒 结果后来的用尼昂的版本 如果你调配的档呢 甚至可以降到什么 0.01秒 所以你可以从原本是 是什么 三分之一秒 变成百分之一秒 这个效能的改善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所以你只需要原本的 5%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个 彩色转会机的处理 所以 所以这个功能你发现什么 尼昂 对 尼昂对这个 整个效能影响 其实当时非常大的 好 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些操作 我们怎么做 我们怎么做 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尼昂的程式码的时候呢 基本上 你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先看到V开头指令 像这个VDUP 这是绝对就是尼昂 好 那所以一开始 我们不是有个表格吗 什么表格呢 RGB的转换 所以我先把那三个值 存进去 7715128 所以分别是对应到 RGB 好 注意到 我们这边操作的时候都是用什么 通用暂存器 像R3 R4这种通用暂存器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好玩的地方在后面 好玩的地方在后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接着呢 我要做什么事 我要做这个 load 所以 这边来讲话 这个Vector load 所以我把刚才那个暂存器 我刚才把那个 三四五存的东西是什么 三四五存的东西是那个 三四五存的 就是存那些RGB的值 那接着我干嘛 接着我去做那个乘法 所以注意到这边做什么 向量的乘法 然后呢 所以做完乘法之后呢 干嘛 来做乘法之后再做乘加 所以对应到乘加在哪里 来看一下这个乘识码 这个前面是乘法 那后面是加乘法 所以后面是 所以我们是本质上就是 成加 那所以这个 每个批手之间呢 它是独立的 就是说 我做完这个批手 接着我做下一个批手 那所以事实上 我可以这样子去写 所以我们要掌握 回到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 source register 就是这个 操作 操作上的一个差异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 我们今天做这个软体 最佳化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事实上呢 就需要花很多心思去思考 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指令 我有没有这样的extension 我如果能够善忧它 我可以做很多 很有趣的操作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思考的一个议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上次提供 这本 投影片 这有人问到一个问题非常好 就讲到这个AAPCS 这问题实在太好了 我们等一下休息完 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 在我们上一次的讲座 其实有提到 那我们今天会帮大家标出一些 应该比较讲重点 就是说 你知道吗 在台湾我们 我们这种考试上来 学生通常都会是听到重点 眼睛为之一亮 开始拿笔出来 这个 好了 还是讲重点 吸引你的注意力 那我们帮大家标一些重点 所以重点在哪里 也就是说你去思考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其实我们要去思考点在什么呢 好多的extension 就是每一次的改版 每一次的改版都有涉及到这个 涉及到这个指令级的变更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它上面的这个architecture 这就是说这个architecture它有些特征 往往跟什么extension是脱比较关系的 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来要回顾的 那我们刚才看到什么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东西就是浮点数 然后再来是刚才提到这个Nian 这边讲到Nian 好 那也是有版本的 所以你看到这东西非常讨厌 这个Advanced Thin D叫做Nian 然后这个事实上有一个东西 叫Advanced Thin D V2 非常讨厌的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这个Nian再讲一次 Nian是它是所谓Marketing Turn 所以事实上它 事实上有些不同限制 所以从On V7的这个 64跟128个bit的宽度 事实上到On V8的时候呢 又会有一些到这个8点35分 8点35分之后再继续 好 这个 感谢学生送了这个乐可可 所以又可以继续了 好 那在这个休息之前 我们有看到一个 网友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讲到这个AAPCS 那这个AAPCS呢 基本上 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说 我们在设计这个资讯系统的时候 其实要考虑到很多议题 就是事实上 我们在可能在高中吧 高中的计算机概论 基本上跟你说 不对的啦 就是个人观点是不对的 那这个我觉得 把这件事过度简化在阐述是很糟糕的事情 电脑绝对不是零更易组成的 对吧 那就跟这个多元成价一样 应该是多元的 不是只是男跟女 男男女女女 那这件事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我们今天把那个 你以前都可能都看到一张图吧 就是看到一张图 就是说 这个Source Code 系列员Source Code JavaSource Code 那为什么我说这件事不太对呢 并不是我比较高明 而是我们想一件事吧 如果呢 我们通过到电脑 只是0跟1的那个序列 而没有一个规则在的话 是不可能执行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个计算机概念的课本 应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电脑是什么 0跟1组成的 而且它是有个规律在 这个规律呢 往往是由这个硬体架构 以及软体 就是设计层面去定义的 那回到这个AAPCS呢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这个资源流通 甚至不同 就算同一种语言 会有不同的供应商 比比方说西语言来讲话 西语言来讲话 我们有哪些编络器可以用呢 比方说你有什么 GCC啦 你有Clan啊 那在Intel自己有Compiler叫ICC 那AM有东西叫AMCC 那这个 每次讲到这边呢 还要广告一下自己的计划 叫AMACC 对 所以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什么 这个 我看一下AMAP表的一个Compiler 所以就说 你基本上你在这个世界上呢 光是西语言就有非常多种什么 非常多种编译器 所以你的真正的困扰在于什么 在于说这些编译器产生的直信档 或是Object File 我怎么跟它共通 所以事实上你为什么需要一些 像Coding Convention这种东西 因为你要做的 第一个是要跨越程式语言 第二个是甚至要跨越不同编译器的供应商 那第三个是什么 你甚至还要跨越一个很困难问题 叫做什么 比方说你在原本user跟kernel 直接切完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需要一个极致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 persexual code的standard 好 那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这问题是说 这个在我们这个讲义上呢 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传递四个参数跟五个参数 那所以事实上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 APCS其实才有变种 比方说你可能会留意到一个东西 叫什么ATPCS 就是不是这个东西啦 这个是这个 好 那所以就是 我们讲的话就是说 这个on的整个position code的standard 其实上有分 是有t的表示什么 有t表示有thumb 那这个 那事实上呢 这个规范是很多的 有从oncode到thumb thumb到on 这边基本上 实际上都是我们在考虑的范围内 好 那再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去做一些实验 然后 刚拍了 我看一下 好 这个问题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事实上呢 像我以前面试的时候 很喜欢考一些题目 不要说西元的function 考虑一个西元方许 它有19个 19个参数 好 那请问变异器怎么传递 就是变异器怎么产生成绅数码 那这个问题其实有趣的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有些变异器呢 它设计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做一个调整 所以事实上 它传递的时候呢 会把传递的那个数量减少 就比方说像有些 有些战轮器呢 它会做像那个 GCC 你打开最佳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 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呢 你 你 你 最佳化一段 程式码 它是可能有19个参数 好 但是19个参数 其中有前三个 前三个参数是真的在用的话 它有可能后面就直接忽略掉 这是这种最佳化 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这个最佳化 好 那今天这个朋友问到问题是吧 就是说 这个R0到R3 然后 然后 它有个FP 基本上 基本上这个 呃 操作的话呢 是怎样 它就是一种最佳化 对不对 就是说 一种一种传递方式 所以APCS 基本上是怎样 它实际上只是定义一个规范 你要怎么实作呢 其实让你有很大的自由 就是怎样呢 比方说 我想一下 怎么讲 呃 比方说 我们来 看一段程式码 好 比方说你今天有一个 呃 像这样的一个函数 函数啊 那我们 我就F这样 然后 B1 B2 然后B3 好 那点点点点 然后到一直到什么 到前面刚刚讲的 19 好 这是个特例 好 那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过程中 怎样 都有 都有传递的话呢 事实上呢 编辑器有可能 就是如果允许的话 它可能做一个很有趣的操作是怎样 它就是说 它直接用一个 呃 比方说struck ARG 好 这样 好 它其实把它转换成类似的code 所以实际上我存取的时候呢 是怎样呢 我存取的时候是 会得到这样的东西 ARG 好 就是我操作的时候是这样 这样V1 然后 呃 ARG S V2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事实上你要传递的时候 因为你传递19个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后面那几个 就是你前面几个 0123 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放在占名器 可是之后呢 它基本上都需要透过stack去处理 所以 这完完全取决于说 你怎么去 呃 描述资料 好 那我们再回来了 就是说我们在休息之前 探讨呢 按的这个extension 所以像是你一样这种东西 这种extension 好 然后 呃 我们 继续来看 好 嗯 这张要探讨也是 extension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只能帮 帮你画一下重点 好 让你提升你的注意力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VLP VLP的话呢 V1 V2是针对on V5 那从on V6开始呢 有这个V3跟V4 好 那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标准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浮点数的表示 表示方式是什么 依据这个IEEE 754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呢 IEEE 754呢 是有版本的 哦 有不同的版本的这个 嗯 考量 好 不用做这个 我读这页的时候 记得要把它换成英文的哦 这个 这个中文版差 内容差很 记忆车 好 这个 IEEE 754 好 那IEEE 754呢 很有趣哦 事实上 它出现比你想象中的碗 1985 才真的变成了IEEE的标准 那在这之前早就有浮点数的运算 好 那我们要知道人类第一台 这个 可变程式 就是程式码可以换的电脑叫什么 叫做ANIAC ANIAC呢 基本上它就是实经位的 超海的实经位 接着在1950年代 那时候很多电脑就是浮点数的 但是当时大家的这个表示数字的方式完完全不同 那一直到了1985年才变得标准化 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点像 西元是这样 西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 西元1972年就出现 然后1974年的时候呢 这个UNIS用这个西元重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1974年 西元就获得一个什么 获得巨大的成功 一个真正的一个作业系统 一个编译器 一个作业系统 还有一大堆工具程式都可以用西元开发 1974年 可是西元的标准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发展 1989年 所以你听过什么西89 西90 基本上就是这样东西 它一直到1989年 1972年的东西一直到1989年才变标准 同理1950年代就有浮点数 一直到1985年才变工业标准 然后最新的标准是叫做 I3754 2008年份 那I37542008呢 它做了更多的规范 那这边 这个规范很多啦 自己回去看一下 好 总之就是什么呢 这个说为什么浮点数的这个 浮点数的extension 为什么要改版 因为 这东西会改版的 就是这个标准会改版的 所以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是标准的改版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是这个操作 比方说FMA 这个FMA中指令 哎呀这糟糕 不是要给你看这个 还好不是找怪怪的东西 好 那事实上呢 有个东西叫Fuse Multiply Add 所以就是在这个 在一些电脑来讲 会有这种操作 这是Multiply Accurate Operation 那所以基本上这个 我们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种东西属于比较新的 就比较新的这个extension 才会有这种操作 那相对旧的基本上就不会有 所以基本上 为什么这个VIP会有版本 往往是因为标准会改变 而且这样 再次这个有些新的指令 新的操作 会加进去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刚刚有提过什么 我们刚刚有提过这张图 这张图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事实上整个操作的时候 会分不同的这个Bank Vegist Bank 这边要特别注意 好 那接着是什么 所以你看 操作方式很有趣 有没有看到右边三个 Vegist Bank 所以我今天处理的时候是这样 我这个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FunctionCore一样 就是 就像FunctionCore 我基本上 S0 123 然后S8 然后S4 那S26 到 30 这样的 去那处理 好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这个 尼昂 那尼昂的RGB 转会接的例子 然后 我们 我们再继续探讨下去 那接着我们来 终于来前进到什么 前进到 On V8 到On V8 到On V8的时候呢 整个这个 这个系统呢 变得很麻烦 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讨厌的事情 因为 要学东西才太多了 那所以基本上呢 On V8 它本质上是64 好 注意到 它本质上是64 但是呢 它有支援不同的指令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要什么 AARC64 好注意到 这个Arch 是Arch Arch Arch 所以 AARC64 表示什么 我运作的时候是这样 64 我也运作的 好 那同理呢 如果说过去 On的架构叫什么 AARC32 就表示它的执行模式 然后呢 又会随着它的指令的 这个指令集的 这个丰富程度 回去分 比方说A32 A32表示On原本的指令 那另外一个T32 基本上都是指 好 然后呢 所以A32跟T32 基本上就跟前面讲的 那些On的这个 On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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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跟 画面中看到的这个 什么 On V7 V6 V5 V4 基本上是在讲这东西 所以 4567 基本上它是属于A32 或者是T32的范畴 但是呢 到了这个 64位的 的时候呢 这个世界就变得很大的变化了 所以呢 它有个独立的指令 叫做A64 我要知道一件事 A64呢 用A跟T32 或A32 弯完全不相容 这到底很好懂 但是有个地方很有趣 A64呢 它的指令编码 是30万元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晚点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你有点概念 所以 基本上呢 我们今天讲64 是讲的 定值26 是讲的嘛 早期的 A1 V2 它的定值空间是 只能定到2的26次方 但是呢 从A1 所以开始呢 我可以定值定到2的32次方 好 那同理 AARC64呢 它整个资料操作呢 是可以定值定到64个元 所以它整个空间变得非常大 好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那只是你的定值空间 不代表说 你每次都可以定到那么大 事实上呢 如果说你 对AARC64 比较熟悉一点 事实上它有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什么 叫做 这没什么大问题 A64 但是 能够定值呢 其实往往呢 在MNU 事实上我整个定值呢 是定什么 是定值18个 不是 讲出来 48位元的定值空间 所以呢 比方说你在StackOver 上面就会找到这个 不是只有A64 这样设计 Intel价格也会有这种问题 你看 32位元的处理器 有2的32次方的这个 定值空间 那为什么64位元呢 它的定值空间 反而限制在48位元 就是我Databuse 我一次可以处理那么多 所以 你又想要原本是那么宽 那我现在扩展这样 所以原本32 我扩展到64 我讲Databuse 但是呢 EdgeSpace呢 往往会受限于什么 会受限于它的这个 存取效率 所以帮你画一下重点 这个StackOver最棒的地方是吧 它有投票 超high的 那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好玩的 好玩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 如果你真的去定值 我们给大家欣赏一下 2的32次方多大 打开Python 好 大家记得 这个PyCon PyCon 台湾的 那个截止日子在什么时候 3月27号 3月27号 什么时候 就是明天 所以有字 趕快去投稿 反正 尤其你现在如果大学生 一定要去投稿 反正你可以先投再做 对不对 先投赶快选 今天新人就是新鲜干 就是要拿来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2的32次方 就这么大 42亿 那2的是这样 已经不知道怎么念了 2的64次方呢 更high 所以这个太大了 大到 大到 我们不知道怎么念了 所以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如果你从32元 到64元 你的定值呢 突然从这边 变到这么大 其实是怎样 是完完全不能管理的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在电脑设计做一个折中 做了什么折中呢 他把系统调整嘛 把这个系统呢 就是这样 这个 你再看一下啊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折中就是 像这样 就是说 事实上我就做一个折中取 用48个位元去表示 就去表示 好 所以这个 这件事其实很有趣啊 所以 但是这件事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在不同这个 不同的架构 同样是64元架构 它有让你去缺换 比方说 它是48个bit 去表示 然后再加上一个 不同的这个window 去描述 这个 这个都是我们在64元要特别 特别注意的事情 所以64元 绝对不是 软体从32变成64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它要考虑一个问题 多的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东西 叫edgespace 那事实上 我们既然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继续来探讨下去 事实上一个东西叫 ilp64 好 ilp 你们觉得很熟悉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叫做data model 这个data model呢 我们直接决到ilp 这个过程中呢 诶 想一下 ilp 好 事实上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 嗯 34 bits data model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讲这个 ilp 其实它分别对应到什么 i对应到整数 L对应到什么 L对应到什么 L对应到这个 长整数 那 再来是你p就看 对应到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pointer 描述这个定值空间 的单元 好 所以比方说呢 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例子 比方说这个lp64 lp64呢 lp64 表示什么呢 就是pointer本身 是64位元 然后呢 这个l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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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er 这个long integer 是什么 是64 所以lp64 那有没有可能是 i32 lp64呢 有 i3分就是这样 integer是32 然后其他是 64 这样 lp64 l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long long 64 然后pointer 64 但是其他还是32 然后还有16 所以 你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同样是64位元的架构 比方说你的什么 你的notebook 你的notebook 那你的notebook不管是 Acer的 或者华硕的 反正都好啦 或者是你的甚至像我现在用的是 MacBook 其方 它是什么 它的架构是属于这个 X X 86 60 你 依据安装的作业系统不同 它会有不同的 你看到 Windows 对全世界最high的东西叫Windows 那Windows呢叫LLP64 但是绝大多数的其他的作业系统 就是Windows以外的作业系统 都是踩LP64 这个 这件事有趣啦 所以同样是什么呢 同样是64 违缘 还会取决于作业系统怎么区分 那 那这边维基百科有跟你讲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故事啦 自己回去慢慢看看 所以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 其实要考虑的一体 model 那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 以ON来讲 你还要再认真思考 A64 A64 A64的行为 好 再建设什么 就是说要提醒大家 ON这家公司是卖智慧财产权 我智慧财产权权 我可以授权一部分 那 被授权的人 比方说联发科 或是高通 他可以决定说 我要授权范围是 就是ON这家公司给你那么多 我可能只要其中一部分 所以 以这个ONVAT来讲话 事实上呢 每家厂商它可以A32跟T32 也就是说我今天有什么 我今天有64位元的效能 但是呢 我的指令只授权A32跟T32 有没有这种公司 有 那有些公司可能做伺服器的 它说我过去的legacy 过去这种相关相容的东西我就不要 我只授权A64 有没有可能 有 这玩玩取决于什么 授权 你要怎么买 当然这个 涉及到这个授权金的话 这个 这是很复杂的一题啊 这个我就没办法跟你透露了 这个 你用一些关键字去找 然后找一找就会看到对岸 在调这个授权金 那我不能跟你讲在哪里 因为有千蓝帝也不能跟你讲 但是跟你讲網路上 可以不小心瞄到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议题之后呢 其实我们要真正认识考 所以同样是 Aunt V8的东西 其实呢 我们要看待的方式呢 就变得非常的多元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些 对应的Aunt的实作 好 那Aunt这家公司 对它的实作本身都叫做Cortex 有Cortex A Cortex R 可能都是M 基本上都是一个分类 然后呢 所以比方说我们看A系列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叫A A35 好 那A35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unt公司的这个网页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整个Aunt的这个命名 就A系列命名很有趣 这个最低 然后地表最强的Aunt核心叫做A73 所以基本上就是地表最强A73 你可以在某些地方看到 比方说在手机里面看到 这个手机 手机里面可以看到A73 比方说叫我这个 这个是魅组了 魅组的手机 这魅组手机里面就内建了什么 内建的这个联发科的这个Helio的这个处理器 这个Helio处理器 它基本上就是10核心超开的 所以你看 买一只手机送你10核 对不对 非常有心意对不对 非常有诚意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支持 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道 以前要支持国货 现在不知道怎么做名 至少我们要支持联发科 所以就是说 这个地表最强的处理器叫A73 那地表最强的Aunt处理器叫A73 但是你可以看到中间有非常多 什么A5 A7 A8 A9 A15 A17 好注意到 这个时间不是因为比较低阶线出来 不是 其实在整个A系列最早出来的东西叫做A8 好 然后随后A9也推出 A9推出的时候 它是就是 就是第一个Cortex A系列的多处理器 事实上Auntv6的时候就有 但是我们今天讲是Cortex A系列 Cortex A第一个多颗星版本是A9 然后呢 接着呢 到64位的时候呢 它的命名就很有趣了 它就是命名就是 3235 53 57 7273 你会发现这个间隔变得很大 这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 A35 35这个数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Aunt的命名就是跟你有个想象空间 35乘2等于70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35是一个什么 35是一个低阶的东西 我乘2 我就得到一个什么 两倍的孝子提升 对 它就是A72 或是A73 然后呢 A53跟A57就是一个兄弟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什么Big Litt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兄弟吧 恐龙让你故事嘛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哥哥没有吃饱 我 A53跟A57互为兄弟 所以一个当老大 比方说可以A75当Big A73当Little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做 你也可以把A53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在Aunt整个64为人的架构变得非常的复杂 它有很多不同的组合 所以不然说Aunt的后续版本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议题 好我们来快速看一下East 它是整个CodexA里面 就是CodexAuntv8A的这个架构里面 最小最省电的版本 然后呢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这个版本呢 基本上是怎样 这个版本呢 基本上它就只有单纯的这个A32 就是它的那个指令题 就只有单纯的A32 然后这个 它的那个什么 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记 指令题叫A32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就是 它有跟你讲什么 它就是这个 这个是在去年 去年宣布推出的这个 最 最小 最低 最低功耗的这个 就是什么 Auntv8 它是针对30欧元去处理 所以它基本上它支援的指令是什么 它支援的指令是A32跟T32 然后呢这个东西A32D32就跟什么 Auntv7A是完完全相容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什么 你大概知道Aunt的策略是什么 Aunt的策略就是希望怎样 希望你去想 所以我如果说要从A7升级的时候呢 我要考虑谁 你可以到A32 就是从A5跟A7升级的时候 那这个A7呢要特别一提 A7为什么需要提呢 像那个 Pi2 Pi3 都是这样 都是Codex A7的 A7的 我讲错了 Pi2 Pi2是A7 Pi2是Codex A7 然后可以A7四盒 然后呢到这个Pi3的时候变成A53 A53四盒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A7这个东西呢 在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 办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看到比较便宜的手机 基本上 比较便宜我就不好意思讲多少钱了 反正就是很便宜啦 很便宜的手机可能台词是放什么 它就是放可能就放A7 A7这个 这个在 在中国大陆 在印度 以及 台湾 台湾一些比较便宜的手机 基本上都是Codex A7 那这Codex A7呢 基本上它还是可以做很多事 而且它的指令是什么 它是Auntv7A的 那这个 所以 以Isa的角度来讲 它是完整的 只是它怎样 它的功耗是低的 所以 这个 在Auntv7A的数字叫什么 叫做 Ultra High Efficiency 看上什么是呢 这个 左边的A系列 跟右边的A系列不太一样 左边的A系列是Auntv7A的系列 那右边的A系列是Auntv8A 那 那 以Auntv7A来讲的话 它最高的这个 就是A17 A17用在哪里 Cellabox 就是 或是一些数位电池 没有用得到 然后呢 A15 A15也是 所以A15其实 比A17还早宣布 然后A17是后期的那些 一些 那Auntv8A的话呢 最低运算能力的叫做A32 那它的整个指定只支援T32跟A32 然后呢 一路往上 就是你可以看到什么 A53 所以Pi3 就是树莓Pi3 基本上就在A53 就是在中间的运算 然后呢 比较高运算的 像我这只手机 像我这只手机就内建 它有10颗 10颗CPU 10颗CPU里面有两颗 就是A72 那这个东西就针对HyperMose 其实你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 比方说 以那个联发科的这个HERI 以HERI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这样 Longer的A72 A53 以及什么 A32 或者A35 这种状况 所以你导致 写程式就变很困难了 你看喔 我今天 我今天它不是等值的东西喔 这个三个 都是Auntv8的指令 没错 但是它的CPU时迈 根本不一样 它的CPU时迈不同 而且它的电压不同 它的功耗也不同 所以我写程式 如何兼顾效能 以前不是这个笑话吗 冬天怎么办 男朋友不来怎么办 拿出手机来啊 手机 玩Facebook开始 玩个电动 开始暖起来 对不对 心你就跟着暖了 所以以前这个笑话是这样 但是你要知道 那我们今天正式 这个笑话是什么 就是软体工程师 其实要思考这个议题 所以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系列 举办这个系列呢 基本上 我是希望大家去想 我们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 好注意啦 我今天是用软体工程师 角度跟大家讲话 你身为一个软体工程师 要去想 好 既然这个时代已经改变这样 而且一支 不是只有这个魅族有嘛 这个一堆啊 什么 那个 我忘记哪家 反正就是 对啊 宏达电影也有嘛 所以这个宏达电影 用联发科的方案嘛 所以基本上 这已经不是未来的事 这就是进行中 所以 你跟我其实都要去想 我们要怎么去规划程式 然后呢 我们要去想 这个写程式呢 再也不是只是开一个什么 最佳化的等级 开什么 O0 O1 O2 O3 基本上就不同的最佳化等级 就可以做最佳 我们之所以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台湾之光 所以呢 事实上呢 在几年前 有一群 有一群台湾人 那这个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 那这群呢 就从这个联发科啦 从Google 从这个Marvel 就离开之后呢 他们在干嘛 他们决定 针对这个装置 做一个思考 他思考什么事情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让 比较低级的装置 达到一个效能提升 然后呢 所以他这家公司 其实他本 就是包含说这个 呃 一个设计一个什么 设计一个 hypervisor 我们之后讲座也会提到 hypervisor 所以基本上 这家公司的关键是什么 compiler 就是说 你看喔 我刚才想到 这个big little 一段程式 可能跑到big 也跑到little 有可能跑在A72 有可能跑到A3 好 那它的功耗 它的这个效能 一定会不同 但是我们需要说 我能不能做到最假话 比方说 假设我今天做一个程式 好 以微信来讲 这个微信 对 不要问我说我用微信 我是被逼的 好 所以这个以微信来讲 微信呢 我们在野地方 可能是这样 可能在你的功耗 就是说 我怎么能去调整 让它打到一样的功能 可以 但是这样功耗可以最低 但是反过来说 你可能需要什么 游戏 游戏在野的是 反应速度 对 如果反应速度不够快 你可能不要 所以今天我能不能同一份sauce code 针对不同的code 去处理 所以需要编译器的技术 但是增加公司最近又在找人 所以是该买者 好 那所以这个 接着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所以我们事实上 要思考的点 以64位元 其实思考的点 真的是非常多 这个是 好 那接着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接着我们来看思考什么 暂存器 暂存器 暂存器的设计 好 在这张画面中 你可以看到什么是 我们前面有讲过的就是说 30位元的时候 它有13个GPR 那事实上有16个暂存器 但是SP LR PC 都是这样 都是有 其他作用 好 到ARC64的时候 就很尴尬了 ARC64的时候 就很复杂 它会分有32位模式 跟64位模式 好 所以注意到 你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去区分它是32跟64 所以32位模式的话 60 你看 这句话有点老舌 ARC64的32位模式 的话 你是讲 R0 12 然后再知道 但是注意到后面有什么 还没有一大堆 对不对 15 16一直到31 所以总共这个有多少 在32位模式的话 它有32个32位元宽度的暂存器 好 但64位模式 它也是这样 有60 它有什么 32个64位元宽度的暂存器 注意它的命名都不一样 一个叫X 一个叫W 在不同架构下定义宽 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这是ARC64 很讨厌的地方 它为了向下凶恶就会有这种问题 好 然后我们既然讲到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诶那个 层次写起来长什么样 层次写起来大概是长这样 Hello Hello A onbx 对啊 有空可以来帮忙按个赞 我也不知道按赞有什么用啊 你可以follow一下我的 follow一下我的动态 我不知道 算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啊 好 那 嗯 哦 对啊 记错我的名字啊 onbx Hello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扣啊 这段扣是我之前为了教学写一段小程式 然后这个小程式就是说 去 呃 撰写一段 可以在Cumul 好 这个onbx 过去呢 Cumul不支援 所以你需要一个 你需要透过这个on 去下载一个他们自己的东西 叫FaceModel 好 好 FaceModel 好 那 呃 就是在 我们在 早期啊 就是早期的时候 这个 什么 早期的时候那个 有一个 呃 早期的通往都 都没有办法取得真正的硬体 啊 就是 假设你就是设计硬体的公司嘛 你不可能 不可能有硬体嘛 这是机身正式的问题嘛 但是不代表说你没硬体就 就不能写软体了 这不对啊 你该Porting的Linux 该Porting的图扩券 都要去做嘛 好 然后你要去做系统验证都要去做 好 所以事实上呢 在设计的时候呢 会会有个什么 就是说最终会有个开发版 像你 你看到那树莓派那种东西开发版 好 但实际上呢 在开发阶段会有什么 呃 开发阶段早期会有一些guidance 好 那种FaceModel FaceModel它就是一个 FaceModel它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模拟器 它模拟什么 CPU 模拟周边 那模拟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本质上它是来加速 加速开发 所以 这个 不过有个问题是什么 FaceModel基本上它是要钱的 然后 FaceModel可以做很多事 那它基本上要钱了 所以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FoundationModel 那FoundationModel基本上是不用钱 但是跟FaceModel比起来差很多 那不过后来呢 会 心也不踏死嘛 都没有收拾空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偷了什么资料啊 对不对 然后 但如果说它填写一堆资料 这个 心里很不踏实嘛 对 所以后来Cumul呢 终于终于这样 支援的这个Unviate 那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Cumul面支援Unviate的这个工程师呢 怎样 也是Un的人 所以这个Un支架公司很好玩 你看 Un支架公司卖智能权 Un支架公司卖工具 它的工具不便宜 随便买的可能都要150美元 它不便宜 它也会做免费的工具 而且把SOSCO放出来 它会跟社群合作 所以你会知道有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Linaro Linaro是一家公司 注意到它是一家公司 但是它本身不盈利 它的钱只要能够 维持公司运作就好 那这家公司最重要的使命就是 去提升Open Source软体的品质 所以包含像刚刚讲的Cumul 这个Cumul呢 就是这样 按着工程师去投入人 那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很狂 一定要认识一下 有个英国人 叫Peter 叫Peter Maddell 那Peter Maddell 以前是我这个 在Linaro工作的这个同事 那 他这个人有趣啦 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他就是做模拟器做得非常好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聚焦的人 他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是没话说 他做东西真的是做得真的好 那 所以呢 像他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呢 他在UN里面工作 他在 也在Linaro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Umbrella里面 然后 这个模拟器 CPU模拟器 他做很长时间啦 做了 做了八年半 好 那 我们回来 回来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段扣呢 你只要装的Cumul夠新的话 就可以跑了 好 当然你要把一些图后圈设定好了 就是 这底下有些说明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应的那个Cumul 那既然是Hello World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Hello Hello很boring嘛 对不对 我们 我们交代完就可以跳过了 对不对 那来看似化硬体 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玩的 好 那我们省掉一些 暂存器的定义 那我们要出似化什么硬体 我要出似化UWATS 你能够把 字串输出出来 所以一个字元 接着一个字元输出 一个字元 字元跟字元真组合成什么 成字串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呢 我刚才还记得刚才讲的吗 有X系列的暂存器 有W系列的暂存器 我知道你忘记了帮你复习一下 在这里 这张图 有X系列的 有W系列 W系列是什么 W系列就是这个 W系列就是65元宽度 所以注意到 所以这边 这边 这边底下都是64 但是上面操作的时候 设定的时候是什么 用35元的宽度去设定 所以基本上它写起来是 大概长这样 那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了 然后 刚刚讲到SyncD 好 事实上呢 整个SyncD来讲的话 那个宽度也是一个很大词 所以你看 还记得前面那个 讲Register Bank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在哪里呢 这个 我刚刚讲不是讲到这个 Bank 所以这个Bank 你看到S0 S8 S9 对应到这个东西 它的宽度是很好玩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 你看到 以SyncD来讲 它的宽度是 64 或者128 那如果说你用128 去表示32元的Element的话 所以每个宽度是32 那它的名字就是S 那如果说你用它表示64位元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 就是D变成128 那你也可以放4个S 变成128 那你也可以放16 Health 那就可以放几个 可以放8个 所以刚才我们讲CD的时候呢 不是讲到一个东西吗 这个 i16 对不对 叫Vadd i16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 这边 就用H去表示 所以这个特别注意到这些东西了 好 那128的模式 但是SyncD也有64的模式 所以这个 一样 SyncD64的模式就变这样 所以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变痛苦了 对不对 就是你看这个上面 存的方法都不同了 注意到 在32的时候就不低了 32的时候就只有S了 好 这个要特别注意到 所以同样是V V0123 但要看它是32还是64 所以这写SyncD的这个 诸语的时候 比较痛苦一点 那你会好奇说 为什么要写诸语 这件事情有趣 为什么需要解诸 你一直想解释嘛 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VP9 VP9是Codec 如果你好死不死遇到 Google的四处的VP9 或是Android里面的VP9 刚好crash 那你要怎么办 大家去改啦 不然老板付钱给你干嘛 老板付钱给你 就是因为他相信 你可以帮公司赚钱 好 如果别的公司都 都会遇到crash 可是我们公司 不会遇到crash 也许我们就可以多赚一点钱 所以你作为一个雇员 你的什么 你的功能就发挥出来了 好那问题来了 你怎么办 那当然去改啦 所以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今天 我们为什么要学主语 往往就是为了改扣 那一改就是打开什么 满满的什么 不只是大平台啊 Android是大平台 所以你改的东西 是满满的大平台 加上组合员 然后给你欣赏一下 那个东西长什么样 超嗨的 满满的大平台啊 一匹奶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像这样 像是怎样呢 咦 咦不对 用github找就好了 对 好 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个取自于 Lib vpx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那个 你一样的 vp奶的部分 好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像刚刚讲的 如果讲到crash 所以你要干嘛 你要去改里面call 这看起来还好对不对 看起来比较复杂的地方 比方说呢 多位 这就看到啦 所以你看到 刚刚不是提到v开头的 v开头就是什么 就是那些vector 基本上就是 不是vfp就是你一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那些 所以 所以假设呢 他就在这个回圈crash 假设他就在73到94厂之间crash 你要干嘛 你当然是把它改到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面语主语往往是为了 改更多的组合员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时候 有可能是吧 像刚刚看到什么 那种RGB转回接的 你看 你一开始等级做这样 RGB转回接 但是你很快就遇到什么 老板说 你不错啊 干嘛 你会主语耶 你会做笑容之家话 你好厉害 赶快来改Vpignite吧 所以你看 难度突然从这边来 所以今天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 我在大学教书 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因为 你要么就放弃 等Google来修 那Google就问说 你一年出货量多少 哎呦才4000万 滚 所以就说 你没量 Google就滚 不是付钱 Google就做了 因为 这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软体分工是很细的 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变成一个大平台的时代 对不对 就是你看 今天 开发作业系统公司有哪些 我们来想一下 21世纪开发作业系统公司的 基本上没几家了 Yama就是卖广告的 Microsoft 对不对 卖帖子的 Yama就是做垃圾桶的 垃圾桶是谁 Facebook嘛对不对 做垃圾桶 然后不然就是杂货店 杂货店很多啦 Yama是杂货店嘛 淘宝也是杂货店 这些公司都有个共同点 它们都有开发作业系统 它们都有开发编译器 它都有开发虚拟机器 但反过来说 有没有专门公司在做编译器 虚拟机器 作业系统 有 但是它的影响力跟这些公司差太多了 它养的功能是什么数量 完全不能比 能量完全不能比 所以我们在 就是赢者通刺以外 那我们今天要怎么选边站 我们个人的特色要怎么发挥出来 这是我觉得 今天我们真的要来认真想这个问题 好 拿回来 所以学习主语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 那么再继续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分类 那我们这边分了几个 就是说指定节目可以分 大概分这三个类型 一个是来提升这个运算能力 这东西是什么 像算法指定 去提升程式码的密度 幻颜质量 可以缩减 code size 那再来第三个类型是 这个跟安全有关的部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 好 这上面故事刚才前面有提过了 就是像 暗跟Nokia之间的这个 这个什么 之间的微妙关系 那所以在过去呢 有 在实作 实作的那个core 提到什么T的时候 基本上就表示 表示16bit 所以 所以 但是有 值得注意这地方是什么 Unlefy的时候呢 又加一个东西叫Java Java Java在干嘛 Java就是在加速Java之行 好 这边讲的Java 跟Android的Java是不一样的 Android是披着Java皮的另外一个Witch Machine 我下一个讲座会来跟大家介绍这个Witch Machine 就是 这是我 我今年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好 那晚点我会把它贴出来 好 请你注意看公告 那 呃 这个 这边的Java是针对Sun Micro Sun Micro System 那 他们 他们的那个 Sun Micro定出来的Java Java的Bycode 所以它是Java Bycode的一个加速器 好 所以事实上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是 Java提出来之后呢 这整个Unlefy的这个 insulting pipeline的变得很复杂 就是我要钱做Fetch 好 可是我抵扣呢 抵扣的时候麻烦 抵扣到底 我Fetch完 比方说我Fetch什么 我Fetch30美元 我这里面到底是Unlefy的指令 还是Thumb指令 还是Java之一辆 好 在过去的Unlefy的时候 Unlefy的时候 它30美元 可是Thumb是16美元 所以我的问题是 我到底要解多少 我要解16个美元就够了 还是要解30个美元 然后解的时候 还要看这个东西 是不是Java之一辆 所以你看 在Decore的阶段 其实复杂 那当然 废话执行的时候 也是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 对设计上 那个是有个难度的 所以事实上呢 在后继的版本 事实上 Java之一辆这东西 事实上已经丢掉了 像Java Scroper 这种动态源 或者Verture Machine的执行 所以事实上 在Unlefy Unlefy的时候 有个东西叫Thumb1 Thumb1 号称是谁 它可以加速Verture Machine 好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趣的地方是 事实上 现代的一些 像Android的 Art也好 ART 或是Devick 那些东西 基本上 它不太鸟 这些东西 它们进化太快了 然后这些东西 其实有点极乐 事实上 层级去 支援指令的执行 这是好事 但是往往 改善幅度很有限 而且 你要等到CPU改进太慢了 像 Art也好 Devick也好 它们 它里面 它里面 它们内部的 都会 都会偷偷改变 这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好 所以既然你可以忘记它 我们就先跳过了 好 接着我们来提到 这个 跟安全有关的地方 跟安全有关的地方 非常之关键 只能值得思考一下 好 那这边会提到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叫Trustroom Trustroom一直到今天 推出了大概 已经十多年了 那 但是它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还在调整 就是它的应用方式 在这调整 那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加密器 跟加密有关的extensio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东西在哪里 在右边 但是看右边 右边 右边你可以看到右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 这个cryptor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加速球 事实上不只Unviate 连UnviateM 不是A系列才有 M系列也有 以M系列来讲的话 你可以搜寻一下 UnviateM Trustroom 这个是内建 在UnviateM 它是针对一些低功耗的装置 M 它内建的 刷入技术 如果说 把刚刚那个cryptor 哇 这东西也这样 它也有 也有个cryptor block 所以基本上 这东西是 基本上这个东西是A系列 UnviateA跟UnviateM都有的机制 这件事很重要 好 那我们休息 休息 休息到 好 那我们再继续 那 呃 我们刚才在 休息前呢 探讨的是什么呢 在休息前 谈到这个 在Unviate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在Unviate来讲的话呢 整个Unviate 呃 从 生意面 就是说 呃 商业授权面 到技术面 基本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我们现在讲商业面好了 那UnviateM系列还是R系列 它的价格 都有 很不一样的差异 授权模式也是很大的不同 那 当然我不能跟你讲数字 你可以回去查一下 好 那 那所以第一个授权模式很大不同 再来是 呃 以生意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授权模式 第二个是什么 它瞄准的市场 好 A系列 不再只是瞄准一只手机 平板 或是数位电视 不是只数位电视 而是这样 锁定更高层次的东西 要特别特别特别注意 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 嗯 最近的一些数 一些报导 我们来看一下 嗯 这个 我们客人讨论区 你可以在Facebook上面找一下 嗯 呃 white michael 欸 奇怪 好 那 oprmichael呢 在最近 发表了它一个 一个旗舰级的晶片 好 那这个旗舰级的晶片呢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它的数据表现 嗯 其实这个 效能表现 其实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它里面用的东西就是 按的最新的这个 处理器 所以它是 Coreless A 在上面有写 嗯 但应该是 A7的等级的 好 这边可以看到什么是呢 就是它的一个 呃 效能比 好 那在 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说 在intel有个叫E5 好 E5是intel 入门款 入门款的伺服器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如果说我们今天锁定 啊 就是同样的什么 同样的执行序 同样执行序的数量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以什么呢 以这个 15核 15核中 16核这种层级来看 16核层级来看 你更小了 就同样是15核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什么 入门款的那个 的表现 基本上已经跟这个 最顶级的 按的伺服器 其实很接近了 所以在这篇报导呢 它提到一件事 这篇报导提到什么事呢 它提到了 就是说 我们来直接看来 看起来结论 请问 好 然后这边说什么事呢 就说基本上像 它这个on server的晶片 基本上是这样 是截至目前为止 最快的on v8a系列的server 好 然后呢 它的表现呢 表现呢 已经到什么 已经到这个 嗯 intel的server的这个表现 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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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相似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好 那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on 在这个server的布局 是认真的 是认真的 另外来讲的话 授权模式跟市场的标的 全然的改变 那当然 原本像R系列跟M系列 那当然这个东西就变异不是那么大 那M系列的话 你也许听过像什么IoT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那样东西 那 就是原本的embedding 那 那R系列基本上是 主要是车子 Modern LT 这种东西 5G这种东西 好 然后呢 我们回到技术面 技术面的变革就非常大 技术面整个实作 注意 我们刚才只是讲到其中部分 那我们今天先看认真看 那个security相关的 好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讲TroZoom TroZoom 基本上想法是这样 就是说 他基本上想法就是说 你就想到一只手机好了 这手机呢 假设你要干嘛 手机 假设你听音乐听到一半 那听到一半呢 通知你说 诶 这部 这个音乐很好听 对不对 你要不要继续买正版 因为前面只是试听嘛 对不对 YouTube的试听 然后他会说 诶 去App Store 上面买 那所以你可能就考虑 这个不错 我来支持一下 比方说支持谁 支持谁 支持那个 这个这个 天赋真嘛 就是这个 很爱唱歌 女孩子把他做考试 随便支持他 好 我要消费的时候 有个问题是什么 我要消费的时候 如果你每次都需要输入信用卡的卡号 对不对 你会觉得毛毛的 因为信用卡卡后 不然后面那三码 是不是也得跟他 是不是输到这个过程 那传递过程会不会给人家看光光 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能不想消费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能不能让消费这件事更容易 又更安全 所以事实上 刷入中的小把子 它是让把整个系统切个两个部分 一个叫secure world 就是一个安全的 一个subsist 所以支付 payment 那些东西 这种支付的交易 就是放在这个secure world 那一般的Android 就执行在什么 normal world 执行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它可以让你切手机 像这样 一支手机 要跟你讲什么 跟你讲说平常在听音乐 那接着干嘛 你会切到另外一个模式 我示意图 所以比方说 我切換到某个模式像这样 它是一个什么 安全支付的模式 所以 这个安全支付模式 你就做那些支付 做那些交易 那之后呢 你就做完 你就不用管它了 所以这个安全支付 做完 然后你回到原本的Android 所以对Android来讲 它只知道说 刚才使用者按了某些东西 然后那些动作做完了 这是刷入中在做的事情 那 这有什么好处呢 事实上呢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会思考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那个任体 要升级 任体要升级 最怕遇到问题是什么 任体升级可能是失败 对吧 失败 那有没有可能说 我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把什么 就算失败把它还原 你要想一件事 任体升级 之所以失败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任体本来就坏掉了 第二个是什么 你可能升级的东西不是 它就把你的个人资料干走 对不对 所以让你手机开表机 然后你在那边哭也不能改密码 有没有可能 废话这个可能 而且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刷入中在想的地方就是说 好 我为了要避免这种状况 我需要一个什么 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程式 就是执行在一个screw world 然后它可以去监控 必要的时候它可以监控 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去阻绝 阻抗 这些可能的攻击 好 这东西叫trade room 好 那这个投影片 这投影片是一年多前就写的 所以很多资讯已经过时了 这为什么要办奖座 因为你需要更新嘛 好 好 然后te 刷入中 好 那 我们值得关注一个地方叫什么 叫optee optee是什么呢 是由Linaro 所主导的一个tee 那 就是 那这个tee又是什么呢 一件事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 刷入中它只是一个extension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完成一个安全的交易系统 事实上你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不是只是一个有刷入中的extension就够了 事实上你需要一个完整的执行关键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相关的call 哦 对 它那个名字改了 optee 这个Linaro的那个网页有时候会烂掉 所以这个 你也花点时间去修整它 好 然后呢这个 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系统分两个部分 对不对 一个normal rule 一个什么 一个trust rule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要去区别这两个 那所以比方说这个optee trust always 就是这样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secure rule里面要执行的系统 好 然后呢 两个条款的license 那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松散的条款 那基本上有很多硬体的资源 从那个大陆的那个权制 然后到那个像那个 呃nsp的这个 呃freescale的这个ms6好的那个平台 或是海思 就是那个华为集团底下的那个海思 好 那或者是mediatek 好对这个这个东西都有 就是这个 这个多多少少的都资源 当然有些东西是目前没有的 不要怀疑这段时间 那不过基本上你看到什么 基本上有很多平台都有支援了 那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下这个fork 好看fork更好 这个fork实在太精彩了 就是你看到一个专 就要去看它被谁fork 好不要怀疑 你没有在画面中看到microsoft 对 microsoft有去 有去什么 有去fork什么 fork OPTE的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有趣的地方是 microsoft也拿 Renaro的东西来改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比方说它支援这个mutex 然后它也支援一些 一些 一些seq storage 所以这件事好玩是什么 就是说 事实上整个tee 它需要的软体建设是很多的 所以为什么要办这个讲座 我们要办这个讲座 其实要让大家知道的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 做个软体公司 为什么要了解 因为你才有办法做更多的软体 你才有办法做更多的事 你的软体的影响力才会更广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tee说明了什么事 要有个always 你上面需要一些基础建设 比方说你就想drn drn有很多 我们这边讲的drn是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就是这个数位版权管理 所以你想 以这个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或者说digital 这个 这个 注意到 它正确写法是这个 只是有人比较激进一点 要交到这个distribution 但实际上正确的写法是这个 digital rights 我们再一些key key key就是一些密钥 对 你会有pki 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 所以这个 流通的东西叫public key 然后装置本身里面有什么 有private key 所以问题来 这个private key 用脑袋想知道一定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放到哪里呢 所以你刚才想到 就可以用到刚才讲的te 所以te是什么 te是一个使用tron 隔壁的storage 我里面可以创造一个安全storage 然后里面可以放key 同理 同理 在这个过程中 比方说我们讲蓝光好了 blu-ray 你都会忘记这个词 但是以前蓝光这个东西很有名 很通行 你blu-ray来讲的话 也会有一把key 不只一把key 就是往往会有一组key 那这个key在干嘛 这个key呢 就是来做这个 做这个 加解密 加解密会需要的 做身分识别 用到的东西 这个private key 那所以像 就会要求说 你要提出个方案 去确保 你做的东西不会这样 key不会外流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 key只要外流 就很high的 key在外流 什么东西就要看光光了 所以比方说 你看之前不是有那个 Sony DRN Sony DRN 对 就是给人家 给人家攻击的嘛 好 那 这个 攻击 对 Sony key 就是key 对 网上可以找到一堆说明 所以就是 一堆那种attack 或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安全 它安全绝对不是一个产品 安全是一个什么 一个程序 一个流程 一个process 所以这个 这个我们要特别 特别去 去注意这个议题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就是说这个 我们讲到这个 trust room的extension之后 那事实上 trust room的extension 基本上在 这个 onv6的时候 它其实就存在了 只是说 后续 这个很重要 那 而且它的 后续的渗透力 后续的渗透力就更高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要特别去 特别去注意的议题 好 然后 别忘了刚刚讲te 好 那讲完te之后呢 另外一个东西很重要 另外一个东西 重要的地方 就是cryptor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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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说 事实上呢 你要知道一件事 不管是 onv8m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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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实作层面的时候 你都可以思考 你都会假设一件事 它里面都内建什么 crypto engine 这件事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 你可以想像说 我今天执行那个什么 下万 下256 反正住谁这东西 你可以当做怎样 这东西本来就内建 这件事非常之关键 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什么事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比方说blockchain blockchain blockchain blockchain可以做什么事 它可以让交易过程 就是所谓的账本 交易过程这个东西账本 它可以这样 它可以透明化 它可以透过peer to peer 所以最早的blockchain 怎么来的 它是从比特币来的 那比特币 要解决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要怎么让 信任这件事 可以真正的实现 我不能只靠个集中式的 所以以比特币来 它不依赖集中式的安全机制 它是透过peer to peer 以blockchain来讲的话 它的存在是这样 是它让这些账本 都可以这样 看的眼光下可以看到 那中间有非常多数据预算 比方说下256 比特币用到的是下256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按V8 按V8以后呢 不管是A系列也好 M系列也好 这些东西都内建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 你今天在案的装置里面 要执行blockchain这样的操作 是成本支配 我也会跟大家来聊一下 就是 反正跟大家预告一下 反正我最近在做一个 做一些 做一些跟这个有关的生意 就是我们现在最近要搞一个新的事业 那这个事业就跟blockchain有关 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切入blockchain 也是因为说我们觉得是时机到了 该做一点事 不能每次都是只是想要把联发客股票卖一卖 就想退休 不能这样子 我们要认真一点 先前进 好 我们这边跳过那个 跳过什么 跳过这个自成的部分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来探讨 好 我们重新回到什么 产品线 好 那我们在上 在上一次的这个讲座提到什么 是 提到Aung这家公司很有趣 它是在马舅里面创业 所以美国人 你说那个Steve Jobs也好啦 那些美国人在车库里面创业 没什么搞头啦 不是 最酷的是Aung这家公司 在马舅里面创业 所以它是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 超嗨的 好 那Aung V1跟V2 都是 在Aung成立的时候就存在了 所以叫 Aircon Computer那个年代就存在 所以真正在市面上 真正散布的东西叫Aung V3 对应的这个产品叫什么 叫做Newton 这个东西很注意 Newton 然后呢这个 Aung V3我就 我不讲了 因为这太早期了 那不过值得一提的地方是Aung V1 跟V2的 仿制什么 Aung的核心 这件事很重要 你可以仿制 但是后续版本还没过期 所以不能乱改 这个有很多风险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真正在意地方是Aung V4以后的 Aung V4以后呢 也就是1995年以后 所以你看 距离今天刚好整整量 距离今天超过20年 这20年间Aung的版本 从V4 V5 V6到V8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好 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就是 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历史 不然有些东西你会搞不太懂 我们今天来讲的是V1到V3 那当然真正要讲的是V3 因为V3才是有真正的产品 所以它对应的词作叫做Aung 610 所以注意点 V3是 V3是ISA的版本 Aung 610 Aung 610是什么鸟 Aung 610是石座 石座的这个版本 Aung 610 那接着来看 这地方是什么呢 Ti 这些东西都是石座的厂商 好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右下角 Digital跟Mar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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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家公司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又有一点血缘关系 Digital这家公司已经消失了 那它的全名叫什么 那叫做 它的缩写叫Deck Digital Digital 基本上它是以前做的大型主机很有名的公司 那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這家公司在1998年被康佩買下來 康佩在2002年又被HP Merge 那這家公司雖然已經消失了,但是它對經驗影響非常大 尤其你做計算機組織結果,你會看到什麼? Alpha,Alpha處理器,哪裡來的?Deck 這什麼東西怎麼說呢?這真是好玩的 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好,那 Deck這家公司呢 Deck公司在1998年以前曾經跟 1998年被買 所以1998年以前是這家公司license license之後呢,把on改的面目全被 改的這個穿on 10穿on這東西很狂 它的時脈直接跳到200MHz以上 所以當on7 當它就是on原本的版本只能到100MHz的時候 這個什麼? 10穿on它就這樣? 它就提升到200MHz以上 所以它是一個高速版的on 好,注意到這家公司很矮 Digital 所以事實上Digital握有這方面的know-how 可以讓on的核心可以變得很快 好,那接著呢 這個on這家公司呢 在1998年被on以外 還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家公司跟什麼? 跟intel打了官司 好,注意到 跟intel打了官司 然後官司的結果呢 官司的結果有一個判例什麼? 就是strongon這東西要給intel 所以intel相帶是怎樣? intel相帶是從Digital這家公司 獲得了strongon 好,再講一次 就是說這個東西很好玩 最早是on的基礎 那on授權給Digital Digital把它改成變成strongon 那strongon很厲害 就是strong 就是Digital跟intel打官司 打了官司之後呢 這個 strongon割讓給intel 所以intel憑空得到一個東西 叫strongon 那得到一個strongon之後呢 這個 之後呢 就以strongon為基礎 改了一個東西叫什麼? SQL 所以你看 一路這樣子相乘 實雙on 實雙on對應的實作叫 它是on before 那對應的實作叫做 SA110 或是SA1110 那intel接手之後呢 就把它重新改變 大學 如果說你是大概 大概這五年內畢業的學生 你基本上你會在 你的什麼 你的那個 什麼微處理器的課啦 或是那個 Inbedded System課 會上到什麼? pXA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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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給你看個東西 你就會有點印象 我相信如果說 你在這五年內畢業的學生 可能就看過這種板子 這麼一大塊大的板子 這就是pXA270 他已經停產了 你說 為什麼五年前接觸的東西 早就停產了 這個東西不能講 我講的話會被 被很多人追殺 就是自己回去查一下 就是這個開發版的廠商 跟這個學校的簽約狀況 這個不是只有一間學校 所以我為什麼不敢講 因為我講了 我等一下就沒辦法從成大的 那個校門口離開了 但是你有興趣可以自己查一下 就是賣開發產產商 跟這些這些學校的觀點 好 那總之呢 Intel在接手這個 SQL之後 因為 因為Intel這家公司最厲害的 因為把CPU做得非常快 然後呢 就在手機市場 所以 SQL鎖定的是什麼? 手機市場 SQL 它是手機市場 高效能的一個象徵 但是2006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2006年的時候 SQL這個產品線 虧損 Intel決定下來做了一件事 虧損 怎麼辦? 冷痛賣掉 賣給誰? 賣給Mavail 好 所以Mavail原本這是什麼公司? Mavail網路卡 網路卡控制器 或是硬碟 那所以像現在那個硬碟 像這種東西 高速運轉的硬碟 這種硬碟裡面呢 其實 很可能裡面就 就 就內建了什麼? 就內建了這個 Mavail的這個控制器 Mavail在這個 硬碟的控制器裡面的市場 佔了多少呢? 佔了這個 5成的市場 所以Mavail它的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市場 是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硬碟控制器裡面 然後還有幫網路 但是呢 這個 SQL 好 然後呢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麼? 當年 Digital跟ANN的授權是怎樣? 我們稱為叫做 Architecture License 也就是說 今天ANN授權給Digital 可以百之百 你開心怎麼改就怎麼改 所以為什麼可以改? 為什麼市場能可以那麼快? 因為已經被改的面目全會 就是 就是大改 狂改 然後所以你看到 最早ANN授權給Digital Digital它可以亂改 大改 後來這個Digital把這個 實創 SQL再把2000公司賣給Mavail 然後Mavail可以繼續大改 特改 所以你看 這個產品實在太快太廣了 Digital Intel Mavail 那Mavail現在遇到一些財務上的困難 自己查一下 財務上的困難 有可能會賣掉 所以 當然不是公司整個賣掉 就是產品先賣掉 所以大家在猜 下一家 第四家公司 接手這個 SQL 接手這個 Amanda 接手這個 SHIVA 這產品線 這個 這東西到底是怎樣? 或者 這個產品線到底是誰來接手 那注意到 這整個 這一脈乘船的東西 我們通過一下 architecture license 全世界有多少公司 有architecture license 不多 全世界有 architecture license 不多 第一個是Mavail 第二個是 Qualcomm 再來是 NVIDIA 所以這世界上 主要只有三家 是architecture license architecture license 的授權很貴 當然要付出一些代價 但一般的公司 比方說像 德州儀器 Sansung 他沒有買那麼多 是所謂叫 implementation license 就是說我讓你去實作 按這家公司讓你去實作 那實作呢 基本上怎樣 基本上就是 你要考慮的東西 就是相對比較 就是 按 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所以 你不能做 架構上的變更 你不能說 我不喜歡這個 Pipeline設計 我不行 就是他的 基本上都是 相容的 好 這些東西要特別注意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什麼 再回路故障這張圖 所以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到 architecture license的時候 是可以對這張圖 的所有部分 都可以大改 所以注意到 architecture license 超high的 所以 像NVIDIA 實在是玩得太狂了 NVIDIA甚至 可以把 x86的 intel x86的指定 轉成 昂指定 上面執行的 加速器 但這件事是傳聞 好像沒有正式發布過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昂V4到昂V6之間的變革 我們來看一下 昂V4到昂V6之間的變革 我們時間 1994年 這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已經忘記了 重點是 它是 距今20多年前的事情 這20年間 就是我們今天回想 我們今天2017年 回推 20年前 其實這個世界發生驚天動地的事情 你想看 1994年發生什麼事 終於講起來我要講什麼 Nescap 就是那個 你都快忘記了對不對 做瀏覽器那家公司 Nescap 然後呢 隔年發生什麼事 Yahoo上市 所以intel那些當然更早之前就有了 就說 但是真的把intel搞大 就是這些公司做瀏覽器的 做網路服務的 做Server的 不然說後面提到的Apache 就在那邊出來 然後呢 接著這個網機網路那個 用非常快的速度成長 然後與此同時不要忘了 手機 像這樣東西 手機 基本上也是有非常大的量去發展 當時呢 有一個 當時那個McKinphy McKinphy 就是有一個 數據 就說 那是1990年代 就剛才講那個年代 就差不多剛才那個1990年代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 他那時候估計說 這個什麼 行動電話 這個行動電話 他們那時候預估呢 到2000年的時候 它是會到100萬支 然後呢 結果呢 實際上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McKinphy 當時預測 就在1990幾年的時候 預測 到2000年的時候 全世界行動電話的量 是100萬支 100萬的100位 等於多少 等於1億 所以這件事 一件事 是什麼 所以手機的量 從21世紀開始 就是億 一支手機 做不到破億 對不起 你就是不夠格 所以你經常聽到說 某某公司什麼 出貨量不如預期 不如預期 絕對不是賣 賣50萬支 叫不如預期 而是沒有賣到幾千萬支 所以你可以看 21世紀整個 做資金交易非常痛苦的地方 因為資金頭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要最佳化 不是說 你今天把一個OS寫出來就行了 把一個compile寫出來 就會有人用 別傻了 什麼叫有人用 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用 叫做有人用 對不對 要幾千萬人用 幾百萬人用 才是最基本的 那一個APP來講 沒有用到 沒有50萬人用 基本上就垃圾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21世紀 非常的嚴苛 一個APP 沒有50萬人用 你沒有影響力 你就不用玩了 你不可能有正向循環 User 那當年什麼Candy Crush 這種等級不用講 那是上E 所以你要知道 一個關鍵地方是 我們今天在21世紀 基本上你看到 看手機 手機 它就是破E 所以注意到 你今天看到手機量 就是E 什麼E的這樣 這樣上去 然後接著 我們最近聽到的 另外一個東西 叫IoT 基本上它就是Embedded的延伸 本質上就是Embedded 但是你可以看到 IoT更狂 IoT按的預估 到2020年是開始 所以你看那個數字 太狂了 你看再回顧一下 歷史 2000年的時候 這個 手機是破E 然後 2020年 你看下一個20年 變成 500億的裝置 所以為什麼孫正義 他的軟體銀行 為什麼要擺下Embed 基本上也是 左援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再去想 Embedded 他在這個過程 扮演什麼角色 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他扮演了新章 好 所以我們可以 實裝上是一個神奇的東西 他下一個 Intel調教過更神奇的 叫SKL 那整個 實裝上它是屬於 這個 UNV4的架構 它對應的實作有很多 比方說 UN720T 這上面有個很重要的東西 叫UN7TDMI 這東西可以把它抄下來 這東西是 UN早期非常成功的 事實上 UN7TDMI 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出貨 雖然它出現的年代 已經二十幾年前了 但是 它在今天影響 絲毫不減 它是一個 比較低價的手機 基本上還有可能是 UN7TDMI 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UN這個 UN這個東西有點複雜 就是 這個 這個 920 UN920 是UNV4 但是926 是UNV5 對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很討厭 再講一次 920 是 UNV4 那 920 所以 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然後注意到以前 命名的方式後面還加點EJ 反正那邊就表示 E就表示 是一個 支援一些 DSP的一些擴展 一些extension 然後 J就是 JJ 加速器 好 然後呢 到UNV6之後呢 這個世界終於比較混亂 那UNV6之後呢 這個 這個全世界能夠授權的公司就不多了 所以比方說像樹莓派 樹莓派第一代 就是叫什麼 就是UNV6 它的這個師作家 UN1176 就是 JZFS 這個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們講的UNV3 UNV4 UNV6 OK 講的UNV3 UNV4 UNV5 UNV6 我們稱呼叫UN Classic 但是這支援的東西呢 全部統稱叫什麼 叫做 Cortex 好 那我們再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UN這個 版本上的一些 變革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石桌上的一些變革 叫做 UN Classic 好 那不要忘了 一個神樣的處理器叫什麼 叫做 雙案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雙案 有很多 Intel今天 在用的東西 或者UN今天在石桌的技術 尤其是跟神電有關的 高效能的地方 都跟雙案有關 所以你看 同樣是UNV4 UN7 跟雙案 效能就是這樣 拉大一大截 然後 為什麼可以 效能可以大幅提升 為什麼 這個 Vonumer architecture 就是這個指令 指令跟資料 是擺在一起的 然後 這個 在這之後的版本 所以叫926之類的 那是把 Modify Hub Architecture 把什麼 把這個 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跟印刷群 把獨立 獨立運作 那中間有Cache 那我們可以看到什麼呢 在這個 UN7的時候 是屬於什麼 Free Stage Pipeline 可是你可以看到什麼 石瘡案 神奇的是 Fetch Decode Arlu H Writeback 基本上就是這樣 Five Stage Pipeline 好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麼呢 從這個 NV5開始 基本上 Five Stage Pipeline 是基本的 甚至還有一些擴展 又看到一個神秧的處理器 SGL 繼承的視窗 所以它又在家 所以你看 你看什麼事情好玩 它有什麼 它有Fetch1 Fetch2 Decode Shifter 然後 It's good It's section Lightback 擴展 擴展 擴展到什麼 Eight Stage Pipeline 然後你可以看到 CPU時脈的變化 從按V5的開始 開始有機會怎樣 做到1GHz 注意到 那個1GHz是有前提的 就是比方說 你要做散熱膏 你要風扇 注意到 風扇 那個年代需要風扇 我剛好在那個 10年前 不知不覺過了10年了 天啊 好快喔 我在10年前那時候 剛好做一支 手機 它的時脈就是超到1GHz 1GHz 這個很有趣 所以我們 這就是智慧 沒有 那就是悲劇 所以後面悲劇 這個就不用講了 好 所以在 這個onV5以後 它就是 快速的 向高速時脈前進 然後 然後呢 我們講這個 講第一支 這個Android手機 第一支Android手機 可能有了印象 它用的晶片是什麼 就是 用Quarkcom 這個MSN7201 好 Quarkcom的這個 onV6的架構 好 那這個 這個整個系列 叫MSN700 那這個 這個 Quarkcom這個 700系列 它就是 就是剛才講那個 onV6 所以它對應的實作 就是什麼 像 onE36 好 注意到 E36是沒有伏點數的 所以注意到 第一支的Android手機 好 那它用的晶片是 700系列的 就Quarkcom的 700系列 好 那上面 除了這裡以外 有什麼呢 有這個 有這個 DSP 這個是 Quarkcom一直很治好的東西 一直到今天 還是很治好的 然後除了這以外呢 上面還有一個 它還執行 對標懷疑上面執行 這個Online 這Online幹嘛 來執行這個 GSNStake 所以你今天聽過那個 3G GSNStake 是執行另外一個 所以如果有興趣 可以查一下 查一下 查一下 Quarkcom 然後這叫做Quarkcom 雖然我以前跟Quarkcom有簽保密合約 但是 因為網上查得到 就不算 不算 不算 秘密了 然後你在網上可以找到一些文件 這個文件跟你講說呢 跟你講說 這個Quarkcom的整個架構 那所以 這個 以Quarkcom的那個 700 這個7000系列的東西 就是基本上就是 右邊 右邊跑Android的地方 跑Windows的地方 叫做 叫做 那跑左邊的地方 跑Online的地方 叫做 ANS ANS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它底層用的作業系統 核心叫什麼 叫L4 L4 MicroKernel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L4 MicroKernel 你可能沒聽過 但是這個 它在世界上的那個 散布非常之 之廣 事實上呢 它已經散布了 超過15億台裝置了 也就是說 Quarkcom的L4 MicroKernel 就用了多少顆 所以這個是很值得研究的 我們在 我們在之前有個系列 在探討這個L4 L4 MicroKernel 應該我們不只講 我們講了整個MicroKernel 這個東西 所以事實上 它是一個 來自20多年前的一個研究 來自這個 Yohen Liedeck 注意到這個 這是德文 所以你要念Yohen Yohen Liedeck 德文就是這樣 一堆詞 很討厭 好 總之這個東西是來自這個 來自1993年的研究 還是非常大 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 最先進的MicroKernel 就是來自這個L4家族 然後呢 這個 已經有十幾億的裝置 執行了什麼 執行L4 更明確來講的話 是來自這個OpenKernel Lab 後來被 後來2012年的時候 被一家美國的軍火商買下來 所以這個 它的實作叫 OKL4 然後 這邊 每次提到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就 哇 這邊 你想到這東西被 這時候又來不想搜尋自己的名字 有時候最大的局 這樣 自己的名字是吧 出現在這裡 裡面覺得感動 這樣危機板開始被人家提到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什麼鳥 還有這個 這個出現一次嗎 還有第二次這樣 另外一個東西是 小弟我做的東西 所以 在一個頁面上出現自己的名字 兩次覺得 自己好像刷一下存在感 所以說 OpenSource什麼好處 OpenSource沒有讓我賺大錢 但是怎樣 它讓我活得 刷一點存在感 就可以這樣 對這個世界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影響 蠻有趣的 打回來 所以呢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是什麼 所以 在很多SoC 基本上都是類似這樣 就是說 它裡面有一個高效能的 On11 或者說 Codex A Codex A A9 或是A53 A72 那可能在旁邊 搭一個On9 就是一個相對比較低功耗的設計 這是很常見的設計 所以這裡面很多挑戰 這兩邊怎麼通訊 就是我比方我兩組CPU 那我兩組CPU 到底這是誰來控制周邊 以跨抗地層有趣 反而是由Modern 就剛剛講的 AMSS去足 去掌握 這件事其實很有趣 好 然後拉回來 好 所以我們看到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說從 On On V6開始 整個CPU的 對應的實作 大幅的應用 變得很廣 所以 這個 QuaKong這個東西 QuaKong的晶片 也是因為Android出來 或者巨大的一個採用 好 接著我們前進到哪裡 我們還是繼續看 On V6跟V5 V6跟V5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事實上 它是在整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們前面有講過 像On 926 有 在很多裝置都存在 它的架構是On V5 然後你也可以在一些工廠 一些工廠的這個 方案說我以前開發的產品 我以前開發的產品 跟iPhone 的供應鏈有關係 我不能跟你講到底是什麼 但是跟iPhone有點關係 雖然我用的是Android Phone 但是 iPhone的生產線 有我的軟體 我就覺得 這此生無憾 有時候 馬仔有時候容易滿足 當然人家會說 那你因為這件事賺比較多錢 也沒有啦 好 這件事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在於什麼 有趣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要去思考的點 就是說 事實上 它是在早期 On從低功耗的裝置 慢慢提升到一個比較通用的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點 就會稍微廣一點 像前面有講到 Pipeline的深度 On 11的時候 Pipeline的深度已經提升到 8級的Pipeline 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Branch Prediction On 11 基本上它是可以做Dynamic Blanch Prediction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 進一步再提升效能 那當然這個 神樣的SQL也做了 事實上 SQL是一個很狂的東西 這東西多狂呢 它是 當時 Intel在把SQL賣給MARVIL之前 CPU10MAR已經可以做到600MHz 穩定的600MHz 然後超頻之後可以超到800MHz 甚至可以做到1GHz 都可以 但是怎樣 它的功耗其實增加得很大 所以當時就有人嘲笑 嘲笑那個SQL 說它是一個 高能 高功耗 低能 因為 能量開銷增加太多 但是CPU10MAR提升有限 好 但是呢 SQL其實它為什麼要把它特別列出來 因為它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高效能 然後它意味著 複雜的電影管理機制 在過去的UN的電影管理其實沒那麼複雜 但是SQL硬是 UN11 做個取捨 所以你可以看到 UN11 跟SQL 它其實蠻像 但某個地方很像 你看到 有branch protection 配balance 度也接近 然後呢 這個對應的實作 也有可能做到1GHz 也有可能 然後呢 再來是搞完 另外是什麼 out order competition completion completion這件事 這個也有 所以這個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是什麼呢 它其實基本上 它就是 它的這個 scalar的設計基本上也有 所以注意到 SQL也好 UN11也好 基本上它是有scalar設計 所以我可以發 就是那個什麼 instruction issue 其實它可以支援scalar 這件事很重要 好 那我們再繼續前進 所以這個UN11 基本上它扮 奠定的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UN11 它是第一個 有能力支援多核心的 UN的架構 好 那這是有比較特質的 UNV6才有 所以比方說有個東西 叫UNV6K K UNV6K 它這個很重要 UNV6K是第一個支援 多核的 UN的實作 但是 這個UNV6K 世界上沒有太多公司有 所以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版本 然後 這個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比較詳細的資訊 那我們 我們在後面 我們在後續 會來提到 這個UN的多核 但是我先講這件事 就是說 這件事 那所以 UN11其實什麼時候出來 在2001年就有了 然後2002年的時候 它就是更詳細的去描述 就是把人說這個 NPCode的部分 所以這個NPCode就多核 所以 你在UN11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看到類似這樣圖 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中間CPU有幾個 中間4個 好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的L1 Cache L1 Cache 是怎樣 是獨立的 好 注意到 在UN11MP Core 是沒有L2 Cache 但是 該有的機制都有 像Snoop Control Unit 剪寫下SU 基本上就是保持Cache 對 一字 這東西這樣 有 然後呢 在什麼呢 你們注意看上面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Interrupt Distributor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 欸 我今天處理器有 有四個核 那我 但是我Interrupt Source只有一個 比方說你的手機對不對 你的手機拿起來的啊 你拿起來就是 比方說螢幕就是有一個嘛 你點下去 點再多下 對不對 它就是一個 一個訊號員 所以一種訊號員 那我要發送給幾個處理器 所以事實上 當時就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Interrupt Distributor 那在英文裡面有兩個詞 我容易搞混 一個叫 Distribute Distribution 另外一個詞叫什麼 Distribute 就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我們今天講那個 常態分佈 英文叫什麼 Normal Distribution Normal Disribution來講的話 對母體來講 每一個樣子都是一致的 好 所以比方說學生 我們學生有教務類 就不管你從四面八方來 不管你從什麼 我們指考學測 那什麼繁星計畫 不管 好 你進入成大 我們就好好的教育你 我們希望好好教育你 你可以不來上課也不管你 好 所以就是說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Distribution 本體上還是一次的 所以 那Dispatch不一樣 Dispatch就是發送發報 轉出去 所以有些東西比較難 有些東西比較簡單 對 所以Dispatch在意的地方是 它不是在意通知性 所以我們比方說什麼 Schedule Schedule 我們就稱為叫什麼 Event Dispatcher 因為每個Event當然不一樣 對不對 每次的那個 任務困難度不同 有些任務就特別難 有些任務特別簡單 所以它只是發出去 切到發出去 所以就這樣 以Intel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要什麼 Interrupt Distributor 所以我可以去指定說 我可以 表現一個中段發生 我可以指定給第一顆處理器 也可以 均勻的給四顆 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真圖給一個 也可以指定給四個 如果你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查一下這個東西 Affinity 叫做 Interrupt Affinity 好 這個東西叫 好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我剛打錯字了 不是IRQ 啦 不是Interrupt 是IRQ 好 所以這個東西好玩 好玩就這樣在哪裡 就是說 事實上你考慮要多核 絕對不是把很多CPU 塞在一起就會 就會能夠處理 事實上 你要考慮的議題多的 就像剛才講的 就是我的這個 Distribution IRQ的Handling 玩什麼去做 所以事實上你看 以這張圖來講很好玩 你看 底下就看到PCIe PCIe 然後呢 這個CPU6跟CPU1 它都有獨立的記憶體 獨立的記憶體 然後呢 我今天Interrupt 進來 這個IoController 我到底是由CPU1 去處理呢 CPU自由去處理 還是CPU1去處理 事實上怎樣 你要特別去界定 界定這件事 我們就稱為叫什麼 叫做IRQ Affinity 那當然這個詞也叫什麼 SMP IRQ Affinity 那整個這個Linus 花了很多心思去做這件事 探討 SMP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繼續探討 那有興趣可以先看這個 就是看Linus Document 很多人說Linus怎麼學 接著Linus Documentation裡面就可以了 我說我看不懂怎麼辦 你就把它寄下來 慢慢看 你這邊看不懂 下一個時候看我就會懂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捨近求遠 學Linus kernel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Documentation 全部把它看完 好 這個 為什麼我們上課不太教Linus 因為 因為 這麼每次都要解釋 但是呢 孩子 你不懂東西可多了 對不對 不是只不懂Linus而已 你西語也不太懂 對不對 架構也不太懂 可能英文也不太懂 因為 你要想 這些Documentation麻煩 它基本上不畫圖了 你看Linus的Documentation 它都是TST的 它不畫圖的 就算畫圖也是很簡陋的圖 所以最大是 你怎麼從這英文參透出來 所以你就要克服這三個 好再講一次 第二個字 Architecture 第三個 英文 你要先克服這三個 但是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承認自己 不懂這三個 所以這是問題吧 好 所以為什麼一直強調要誠實面對現實 就是誠實面對自己這樣 我們才有辦法 跨越這些問題 好 那剛剛有提到什麼事情呢 就是說 這個Uneleven 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然後呢 它是一個什麼 Single Issue In Order Processor 好 注意到 Single Issue 它是Scale的實體 但是怎樣 它是保證我實行到指令 好 但是呢 它可以做什麼事 它可以做 有三個 simultaneous的 operating pipeline 就是說我同個時間只能保證一個指令 可以執行 當然是呢 實際上我這個同時有什麼 就是三個operating的pipeline 是可以這樣 是可以做的 好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當設計 這個怎麼做 缺到這件事呢 它就是基本上它分了什麼 它把Arlu 你知道 這些邏輯運算的地方 好 拆開 然後再什麼 Mac 然後再是這個 這個 跟 機體 自己有關的啊 什麼那個 Rid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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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它講這個 3 simultaneous 基本上就要講這個 好 但是它還是什麼 還是 single issue In order 那 on的設計來講的話 到了Codex A15的時候呢 它是 out of order 好 這個東西特別注意到 這個 out of order execution 這個 縮寫叫 OO 不過它OO 比較特別好 是大O 小O 大O 很可愛的O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Codex A15 Codex A15呢 它 發布的時間 有一陣子的 在我第一次看到的話 是在那個 2011年 看到的 那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那個排名量的深度 提升很多了 剛剛還記得 Unleaven它就是提升到8個 但是你可以看到什麼 A15 A15的話 就是什麼 A15呢 它可以提升到15個 而且15個是整數的 它浮點數更多個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整個A15呢 它是這個OO 好 其實也有很大的改變 它的 白馬斗的這個 Protector 它的 整個設計複雜很多 所以 這個是在這個什麼 在這個A15 帶不同等級的 這個東西要特別 特別去留意 好 然後呢 我們來去看下去 好 那所以呢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 Unleaven NPCode 基本上它是在 注意到 Unleaven NPCode又更萬才宣佈 其實在04年才真正宣佈 那04年的話 注意到 NPCode它基本上支援的Core數量是 一核到四核 而且它K 好 然後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你可以把這種東西抄下來 叫NBSI NBSI 就是 考慮到Cache Coherence 它會需要Protocol NESI的Protocol 所以這個 就是Unleaven的這個Core 第一次支援 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呢 所以這會有一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Cache Coherence 所以 在後面的版本 會有一個東西叫 特製的硬體 叫做CCI Cache Coherence Cache Coherence Interconnect 這是我們之後再講 先休息到這個 10點 10點半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再衝刺一下 好 我們又回到 回來 繼續再探討 探討這個 UN的架構 那這個 在UN的架構之前 我們想要跟大家探討另外一件 就是廣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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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下來的系列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系列 來探討這個 你在畫面中看到這個 這張圖 對不對 就是 你的那個 就是錄影的這張圖 所以我們想來探討 你可以看到這本書在上面寫什麼 致命的BUG 那我們接下來想要探討一個議題 就是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軟體的一個品質 就是說 有很多BUG是很致命的 像那個火箭 像我們現在最近開發的火箭 這個控制系統的這個安全很重要 你就想到一件事就是 就是 柯文哲夫婦 一輩子 認真努力工作的這個 為了幹嘛 為了什麼 為了買地堡 對不對 一個地堡可能三億元 對柯文哲夫婦非常努力 他們 你看這柯文哲夫婦 年紀都多大 還在努力工作 對不對 可是你想 就是 人家 醫師 台大醫科的醫師 努力一輩子 賺了三億元 然後因為我們軟體沒寫好 他的事情化為烏有 後來問題就算了 如果這個飛彈 飛錯地方 飛到海峽中線 說不定怎樣 造成下一次的危機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軟體的品質驗證 是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所以我們在下個系列 想要跟大家探討一個 叫做 formal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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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希望說這個 做這個 研究之後呢 我們一些成果 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查一下 Google 搜尋能量找 你去找這個 formal verification 那 基本上你看到中文就按下去 就是 就是我們自己在整理的 所以 這個東西又叫做這個 形式化驗證 那這個形式化驗證 就是思考什麼事 有沒有可能呢 我們用數學的觀點 因為過去你測試就是 你測一次兩次三次 你怎麼知道 會在第五次第六次 不會儲存 就像數學歸那法一樣 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一直推到後面 有沒有可能這樣子 有 或者說你有修過高等危機分 高等危機分 基本上它不是危機分 高等危機分是一個 重新定義的語言 描述數學的語言 描述這個世界運作的語言 那我們今天就相當於 把高等危機分的概念 拿出來驗證 拿出來描述 你說這東西聽起來很深啊 怎麼可能 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例子 Intel 1994年 有個數學技教授發現什麼事 計算成法之後一直出錯 後來發現什麼 後來發現這個 處理器的這個 根本設計有瑕疵 當然Intel一開始都說 這個東西發生機率很低 不用管它 後來Intel知道認了 幹嘛 把它找回 所以事實上 Intel的損失多少 4.7億美元 4.7億美元 它的這個代價是非常重的 所以這邊再推薦另外一本書 給大家來參考一下 這本書是這個 這在講什麼事 就是說我整個在數值 我這個數值處理 像這個 像這個 Intel Penton 這個伏點數運算 它來著 來導致的錯誤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如果 它的錯誤其實只有一點點 它的狀況其實 絕大多數人都不會遇到 當然數學技教授 要用到沒辦法 因為他的工作 不能怪他 但是 這往往一個錯誤 就導致什麼 4.7億的損失 而且更嚴重的是 對形象的損傷更大 讓 就設計到什麼 如果它的 它的產品 不是一個 只是一個 Penet處理器 它可能是別的產品 那你設計到賠償 對 它造成空難 所以在剛才提到這本書 叫做致命的BUG 裡面就有講到一堆這種 空難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一個症結 這怎麼殺人 它頂多殺個十來個 德州電鋸殺人 這怎麼殺 可能殺個五六十人 就算很神奇了 很難了 但是軟體公司 不小心是幾百人 所以我們接下來想要探討一個 就是說 我們就想要 一個系列來探討這個 形式化驗證 這是我們 之後會想要跟大家 談談的 那這個形式化驗證的話 你可以先做一些 基礎朋克 那我們 不會很快 可能是 最快可能是五六月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從數學 從數學的公理系統 對標示公理系統 然後 你可以先去複習一下 那個微積分 然後那個什麼 邏輯系統 之類的 然後有個東西叫什麼 叫極限 極限的定義很有趣 因為萊布林茲跟牛頓 當時在發展微積分的時候 很早就發展了 但是 這個微積分一直能夠被 有明確的定義 什麼叫極限 其實花了兩百年 好 這兩百年中間有非常多的議題 要去考慮到 所以其實你會了解那個什麼 公理化系統 然後接著我們要 真的要切入一點 行事法驗證 這個東西是 歡迎跟我們的討論 我們最近也會有一些 行事法驗證 有興趣 而且最好如果是你數學系的 非常歡迎 如果你是在南部 或是南部對數學有興趣的朋友 我們非常需要你的幫助 我們希望大家來處理 所以千萬不要說你不是本科系的 這個資訊裡面沒有本科系 資訊領域只有你強不強 不強永遠就是不是本科系的 只有強者才是本科系 所以不管你什麼系 只要你是強者 就是本科系 反觀說你念什麼資訊奠基 什麼鬼不重要用 做出來的東西沒辦法怎樣 沒辦法充分解釋這個世界怎麼運作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保證 你就不是本科系 這個資訊領域很不幸 就是長這樣 總之就是我們下一個 要來跟大家探討的領域 叫做行事法驗證 歡迎各位數學高手 還有對自己有足夠高的期許的朋友再加入 好 然後再來 剛才提到就是說 UNELEVEN NP-Code 它資源什麼多核 這件事很重要的 資源多核 然後我們這個東西太複雜了 所以我們沒辦法在這邊提到 不過快速複習一下 我們為了要支援這個 UNELEVEN NP-Code 我們支援什麼呢 就是為了這件事 我們必須考慮到什麼 就是intradistributor 所以我能夠去做這個 IRQ的這個什麼 Affinity 然後再來什麼 因為 每個Core 它的L1 cache都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做snooping 以保持資料的一致性 所以底下有個東西 SCU 那我剛才有提到什麼呢 在新一點的 比方說你在後續的版本 你會注意到什麼呢 你會有看到這個 什麼CCI400 CCI500 這個東西叫什麼 Cache Copure Interconnect 因為後面的版本 有考慮到L2 再講一次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 UNV6K 或者UN11的MP Core 它是沒有考慮到L2 Cache 注意到 但是後續的版本 是有思考議題 就變得非常之多 再繼續 好 那接下來我們終於前進到什麼 前進到 最近這幾年 UNV7 還有UNV8 UNV7提出到現在 但其實這樣 其實不知不覺也是十年了 所以 這東西 十年內的東西 我們一定有義務 把它搞懂 對 你每天用的東西 你為什麼不喜歡去懂 你不懂不覺得很可恥 對 所以我們要降低可恥 我們要降低尺度 注意到一件是什麼 就是說 UNV7到UNV8 基本上它的編碼 注意到它 它的編碼 還是35編碼 然後 但是 UNV8 讓你可以這樣 定著空間更大 所以你看 記憶體來講 48 然後它的資料處理 可以到 Databuzz的寬度可以到 64位元 好 繼續探討一下 從2004年開始 我剛講錯話了 是2005了 就把授權的策略改變 2005年正式宣佈 UNV7 UNV7 ISA UNV7 ISA 從2005年到現在 超過10年的時間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它分不同profile Aprofile Rprofile Mprofile 各自的用途 剛剛有解釋過 好 那繼續探討下去 除了 這三個東西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叫SC 叫secureCore 這個secureCore是什麼呢 基本上來做 SmartCard 還有一些 ST 太想念我以前的 Linaro同事了 好 比方說我們講 STMicroElectronics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比方說它的 STMicroElectronics 有什麼東西呢 叫做SC3000 SC3000 就是所謂的 secureCore 注意到一件事 這個東西呢 是在運算能力非常之低階 注意到 它運算能力很低階 它是讓 本質上它是一個 CodexN 然後大量簡化的CodexN 然後 它的設計很特別 它基本上是來做這個 做一些像 一些安全支付這種東西 就是這個交易的 就是或者說 那個SmartCard這種東西 這個這個 要特別去注意 好 那 這個 因為應用太特別了 所以我們就 不特別探討 SmartCard跟這個 安全應用 好 那既然剛剛提到這個 形式外驗證 其實我這邊在 在跟大家提另外一件事 跟那個有相關的 就是 EL7 好 這個 EL7是什麼鳥啊 就是 基本上如果說你有機會做一些 跟國防 軍事 航空 有關的行業 像我現在正在接觸的行業 好 那基本上 你 你就會聽到這個詞 這個東西 所以你跟它 assurance 基本上這個 這個我相信 我們作為台灣人 其實要認真看待 我們在台灣 常常就是會追逐這個 短期利益 就是你問台灣人說 你愛不愛錢 廢話絕大多數的都說愛錢 好 不愛錢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不愛 總之就是說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問他說愛不愛錢 都會說愛錢 那你說我要賺多少錢 當然說越多越好 那這種問題呢 很多人真的要賺大錢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賺 賺 這種東西呢 業偶 這個 基本上就是像軍火 軍火這個生意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基本上 他要怎麼確保他的品質 你想嘛 你為什麼可以賺這麼多錢 就是你可以保證什麼 你可以保證那個品質 就像醫生開刀一樣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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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動手說為什麼不要自己自己自己拿那個刀子自己割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割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叫給個專業的人來割 那他就是收的錢就比較高了對不對 高很多 而且他是一個特許生意 所以 所以一二也是一樣 事實上就是 包含說是安全交易都是包含的 所以他理會不同等級 那你認識看他的不同等級 前幾個等級不是很重要 就是 前幾個等級 如果說你對那個軟體工程有點概念就知道 但是從一二六到一二七的時候呢 完全不一樣了 他跟你幹嘛 要做這個 要做一個什麼 要做 formal verification formally verify 直接不要懷疑 就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拿數學來證 拿數學來證實他的東西是OK的 ATOS integrity 直接跟你講說 他有辦法到EL6 就是有部分可以做到formal verification 那所以包含說 像我們現在為什麼要接觸這個formal verification 因為我們也切入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開始也跟軍事國防有點關係 所以這個是 我們來探討的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台灣的這個軟體工業的下一步 因為這是真的有強度的 這是真正可以 他的那個 資本 是有辦法做更大的 就是你可以做國防的 我覺得我們在台灣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我們台灣很多事情是沒有考慮到長久的 你在路上可以看到一堆人闖紅燈 然後之類的 這個 為什麼 你可以解釋說 他們搶的是賺錢 可是他真的有賺比較多錢嗎 也沒有啊 他說他把這個等紅燈的聲音省下來 他闖紅燈是為了省 省紅燈的時間 那你以為他省了這時間 可以來幹嘛 你拿來滑手機啊 那實際上沒有去賺更多的錢 沒有去做更多的事情 沒有創造更多的循環 那為什麼 相對來講 為什麼歐美 整體的最佳化 你守法 我守法 交通事故就降低 交通事故降低 需要用公眾的力量去解決問題的成本就可以低 我們看台南 然後台南警察很辛苦的 台南自然其實不錯 台南自然應該是台灣數一數得好的 但是台南警察很忙 超級無敵拼 為什麼 因為台南每一天都有車禍 台南不只每天都有車禍 每個月都有死人 都死一堆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一堆人在做這種 短時間的追加化 但是他們忘記長久的追加化 所以國家利益 國家的資源 好 那待會 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什麼 對 剛才講什麼 這個EL 所以最高等級就是 4Modification 那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有什麼關係的 來講一下 EL7 是最高等級的 那事實上 世界上沒有幾個公司有幾個單位可以通過 那 Sansom Sansom在2013年宣布什麼 宣布它的Smart Card 是世界上率先達到什麼 EEL7 4年前它宣布什麼 它宣布它的韌體 就是它的韌體裡面有支援什麼 有支援這個TripleDex AX 還有這個RSA 以及橢圓曲線 它在什麼 它在任體裡面宣布 所以它在整個那個 整個系統上宣布它達到EL7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它整個Source Code 它整個這個系統沒有多大 它整個系統只有264K 但是它是業界率先達到什麼 把EL7 把小東西做到好 小的東西做到完善 去避免一堆致命的問題 所以 歡迎大家來加入我們這個 做這個Formal Vacation 真的是 真的 如果說你對台灣的產業是有期許的 這是 因為我們去做大規模已經沒有 沒有沒有 不是沒機會是 那不是我們也該做的事情 我應該是把小東西做好 就把它做得精緻 這個很需要大家的協助 我們再繼續探討 所以這個SC 不知道是什麼 剛剛講的SC300 所以這個 按V6以後 V7 V8 基本上它分三個不同的產業線 所以這個ARM 那個 A系列我們剛才有稍微探討過 我們就先跳過 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R系列跟M系列 R的話 比方說M4 R4 R5 R7 注意到 R系列很特別 R系列基本上是授權給誰 給車廠 授權給 像聯發科 這種做通訊的 或是Qualcomm 這種 那R系列它的變異很大 所以我們今天不探討 這個R系列變異 所以這個R4 R5 R7 基本上它的變異很大 很多公司都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真正在 這個產品 我們真正在我們整個手機裡的 按處理器 我們這個系列講座 真正關注的地方是什麼 是A系列跟M系列 就像我們在前面有提過 就是說我們在今年會發表一個新的 一個Hypervisor 我們會發表兩套Hypervisor 一個是針對A系列 一個是針對M系列 讓系統隔離 所以你就想要一件事說 我今天什麼 我今天有一個系統 比方說這個 這就為了Safety 就是為了安全的考量 就是說你想要 我今天有一個什麼 我今天有機器人控制器 那種機器人手臂 那機器人手臂的地方 就執行在一個安全的系統裡面 那你可能還是有Linus 處理TCPIP 處理Wi-Fi 處理電腦視覺 這種東西 但是視覺處理不好 或是說因為軟體有bug 就影響到這個手臂 不會是一個獨立的 所以我們會發表一個Hypervisor 那應該也是業界算 效能相當好的一個Hypervisor 那是我們今天會發表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 我指導學生做的一個 硕士研究 那也是針對一個 另外一個Hypervisor 針對IoT的Hypervisor 那這個IoT的Hypervisor 跟這個 器材鏈有關係 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 那再繼續探討下去 接著AT整個是對這個產業 帶來巨大的變化 那如果你是在校學生 我強烈建議幹嘛 就好好的把UNVIAT拿出來K吧 那你說 哇這UNVIAT要從哪裡讀呢 這時候你會打UNVIAT 看到中文就停下來 你會發現又是成大 對不對 所以就幹嘛 就跟著讀啦 所以我們兩年前 幫大家整理了非常多的資料 所以你就慢慢慢慢 不想你把他 對 就讀完了嘛對不對 其實沒很難 他的資料大概在一個地方 我們幫他畫一些重點 幫大家思考一下 所以UNVIAT來講的話 你整個東西要從哪裡去思考 第一個就是什麼 你要先了解他的所謂的 Excussion Level 或是Excussion State 就是它有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等級去支援 然後在整個UNVIAT來講的話 它有非常多Exception Level 就說第一個是Excussion State 然後第二個是EL 這個Exception Level 就是說EL1 EL2 這種東西 然後再來Secure 這個東西進來引路 然後還有一個中心叫什麼 Hypervisor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說 我們為什麼要發表這個Hypervisor 基本上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A系列 在新一點的A系列 基本上都有什麼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 很值得去思考的 然後當然裡面 裡面要考慮的東西可多啦 就是說這個 目前的狀態啦 然後當然記憶體啦 記憶體模式呢 因為你有支援這個 什麼呢 你有支援這個 Virtual 你的Translation 就不是從這個 Virtual Address轉Physical Address 你可能是從 Virtual Address 先轉成什麼 Intermediate Physical Address IPA 然後之後再轉成PA 再來是你還考慮到什麼 Counter之類的 總之我們幫大家 做一些整理 對 如果你是大學生 在校生 一定要去看 為什麼 因為你看了 基本上就可以打PA 不打PA 不要 不要 不要自台身價啦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 贏了很多 什麼事 就是說 我覺得這是在校學生的一個機會 因為在這些基礎 在這些什麼 在這些東西 大都是公平 因為我們 不管你工作幾年 遇到這種東西 就是新的 所以你的能力是什麼 你是多快可以適應世界 而不是說你已經累積多少 不是 而是你多快可以適應 所以不代表說 你先進入就有機會 就機會大 不是 往往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 叫那個gag 所以這很嚴苛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 沒辦法適應這一行 就轉行吧 這個 這不是壞事 好 所以2012年的時候 在這個 Aum的宣布 它的那個 64委員的 AumD at ISA 注意到它的指定編碼 還是三色委員 然後 然後我們再繼續回顧下去 那這邊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很多Aum的不同的實作 注意到 唯一 不支援 多處理器 沒有多處理器能力的東西 叫什麼 A8 2005年去宣布 所以這個 這個剛好就是CodeTest這個 這個blank 剛宣布的時候 好 它是 但是A8這個東西有趣 A8一直到今天還是賣 而且賣得很好 再 比方說這個 德州儀器有個東西叫什麼 德州儀器做了一個東西叫 AM335X 就是3352之類的 那這個東西是 這個 那個 用很多 甚至一些航空 我不能講哪一家公司 但是你可以猜得出來是哪一家 就是航空 基本上也用這個 那所以呢 我們 我們也有一些 hyperwriters 針對這個 AM335 那比方說 我在2014年 我發表一個專案叫RT-MAX 那RT-MAX 那RT-MAX是我們 我發表在這個 Linus Foundation 舉辦的這個 Embedded Linux 2014年 2014年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Europe 就在發表一個東西 叫RT-MAX 那RT-MAX本質上 實在是一個 Riotan hypervisor 那它Riotan hypervisor 它就可以支援在 支援在這個引體上 那這個引體 就是剛剛講的 AN335 那它是Codex A8 然後呢 我們 我們 我們做出來的效果 是 其實是 還是 聽好的 就是說 還可以接受了 就是說 在這個 在一般的情況下 一般的情況下 它的那個 這個 最大的延遲 那個 這是那個什麼 5Microsecond 然後呢 基本上是在那個 沒有load的情況下 沒有load的情況下 你可以等 在一般的情況下 是5Microsecond 那一般的情況下 甚至可以到4Microsecond 所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為這是什麼概念 這已經達到 商業 RTOS的表現 但你可以看到什麼 剛剛提到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 我不能跟你講它的確切價格 但是很便宜 絕對比5美元還低 就是 你的量只要大到一個成績度 就知道 它絕對比5 物美價格的處理器 搭配一個什麼 realtime extension 你就可以達到5Microsecond 的什麼 interlatency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到 什麼commercial OS的程度了 但是重點是什麼 它是open source 帥吧 所以這不是說我要做多好 這是基本款 所以這件事很基本 然後就是說 我們重點是來解決問題 就是 怎麼去build一個 lightweight的一個realtime的環境 有RT Max的成功之後 我們才會也是盡量 這個技術再更新 剛才提到A8 A8是整個早期的Codex A系列 注意到這個編號跟它的年份是沒有關係的 這編號只是一個相對的運算能力 按用這個區分 整個A系列運算能力最低的東西叫什麼 就是叫做A5 這邊沒有特別列出來 反正A5是運算能力最低的 然後呢 再來 A9 A9提出的時候就有討論到MP Core 所以就這樣 有A9 有A9 MP Core比較多核 然後呢 更有趣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在這個組合開始 什麼A15跟A9 就可以做Big Little 那當然64位也可以啊 什麼A53加A57 Big Little 所以我們之後有個系列 就有一個講座 專門來講Big Little 好 好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好 好 我們來講運算能力 注意到 那特別注意到 就是這個確切數據 講確切數據的話 有可能會被告 所以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 我們這個講座是冒著生命危險來跟大家講 講的 就是 這不是開玩笑 因為 因為我們台灣的業界比較封閉 所以 就是 就是揭露這些資訊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有些 危機啦 好 總之呢 我用 可以看到的數據跟大家揭露 注意到 這個數據跟 實際上跑起來效果是有差別的 因為 那是我在公司裡面的knowhow 就是公司的knowhow 不是我的knowhow 是公司的knowhow 所以我沒有權力去揭露這個東西 不過沒關係 我們 我們在成大呢 我們在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 願意協助我的話 也歡迎告訴我 我們在成大做什麼事呢 我們決定把這個 我們的實驗重新做一次 所以 比方說我們在unlinux 我們決定做什麼事 把這些不能公開的東西 幹嘛 全部在學校重新做一次 這個東西就更 就沒有關掉 反正我們就全面做一次 而且 Google說去找unlinux 可以找到一大堆我們做的東西 那麼今天會繼續更新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些東西揭露出來 這本來就該大量可以存取到的 好 拉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分高中低三個不同檔次 以高的來講的話 你看 A15 A17 A57 A72就是屬於高運算的 而且它隨著公益製程的進步 所以你看A15來講 工藝製程28奈米 328 然後A57 前提到20奈米 當然更低的 更先進的製程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條路 所以A系列最快的是什麼 是A73 然後 那中等來講的話就是什麼 中等來講的話就是那個 A9 A8 然後 然後 像斯蒂八十剛才講過 用到A17 然後呢 A5在哪裡 A5在這裡 A5 A7 所以比較低價的手機 基本上就用這個 低價 然後但是用比較多的Core 去達到一個 可以接受效能 那剛才講過 A32 A35 就在這裡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要特別關注這張圖 就是它的效能分布 所以對於選擇處理器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分 好 接著我們來看那個 這個 處理器的一些設計的對 就是處理器效能影響到底怎麼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張圖很重要 就這一頁很重要 我們知道A5是整個A系列來講的話 運算能力最 最低的 但是也是最省電的 好 第一個是什麼 它是In Order設計 所以 一般來說 亂續執行之後都會很耗電 這邊像這個 Out Order 這邊這兩點都是Noke 都是耗電的 耗電的傢伙 那 所以這個A5 它是In Order 然後呢 它的Pipeline Stage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相對是少的 它只有9個Pipeline 9個Stage 但是上面來講的話 甚至有到超過15個 A15更狂 它整數就有15個 甚至可以以MHz分之低密 所以 每MHz它就只有1.6 當然你可以看到上面來講的話 最高的 比方說A17 可以到3.3 這也是為什麼 這樣以前很多Cyrebus 是用Intel處理器 後來就改用 Aunt處理器 因為已經 已經Qualify 事實上不只Cyrebus 像很多供應控制器 也開始用什麼 用A17 A15這種等級的處理器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呢 就是 雖然你可以看到這個 Pipeline設計來講話 這邊Pipeline 這個什麼 這個 Sumutaneous 同時的Pipeline 這邊 這個什麼 這個同時的Pipeline 有4個 但是這上面可以多很多 上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 有8個7個9個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就是耗電開始 所以 A5是用 在設計上 做個簡化 所以它的這個運算能力 是相對是低的 但是相對是省電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A9 A9是第一個什麼 第一個 A系列裡面 MP Core 有這個能力的 那所以它的CPU 它的那個預算能力 其實你看到 MHz分之 2.5dms 這個相對高的 有機會做到2GHz 注意到 有機會的前提是什麼 你必須做好相對好的散熱 所以儘管很多東西都有機會做到 但是因為散熱 因為很多液體 其實 暫時不會考慮 但是你可以看到什麼是 它的Pipeline Stage 變得很多了 9到12個Stage 然後 它是Module Issue 也就是說 我同個時間可以有2道指令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這導致我們 軟體做最佳化的策略不同 你可以看到A5 它同個時間只有一道指令 最多一道 但是A9它最多可以2道 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這個指令跟指令之間 它沒有Dependency的話 我可以把它排在一起 所以有很多那種 叫Dual Issue的 Altimization 有些指令 我就想把它調 調到可以支援Dual Issue 比方說這種Sign D 因為同個時間可以 只要沒有Data Dependency 你可以塞進2道指令 執行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那種最佳化的空間 我想一下 我都快忘記我以前做的事情 比方說 反正你自己網路上找一找 你可以看到像這種 比方說什麼操作這樣 基本上很多人在做 這個人很強 這個是真強者 這個人以前在Nokia工作 我有點忘記他現在在哪裡工作 我以前有跟他合作過 他就是一個真強者 他花很多時間去把尼漾 比方說他可以很強大 什麼叫強大 強大就是 強大不用畫什麼了不起的圖 不用 強大就是不小心講出來 這個什麼 就是說 他會跟你說 這個什麼 這個尼漾的Q 就是我要去更新的時候 要花幾個印刷 Psycho count多少 他不知不覺想出來 為什麼他可以講出來 他不是暗的人 他是Nokia工作 但是因為他做了實驗事 太多多道 他可以隨便就告訴你說 這個No的成本是多少 這個尼漾做什麼操作成本是多少 超High 他跟你講說什麼 他跟你講說 暗的設計來講哪邊有缺失 這就是 know how 沒辦法 那接著再繼續探討下去 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 A53 A57 這個 還有A72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這整個的效能完全不同等級 你看到 上面最快的東西到什麼 3.3 你看到這張圖看到 很狂的沒有看到 6.3還有 7.35 對 所以是地表最快的暗處理器 完完全全把其他對面拋開來 你看到 A72 A72的效能 如果是它是7MHz分之7.3DMI 大家注意到它的功耗也提升很多 一般來說 A72的功耗大概是 大概是這個東西的大概是幾倍 大概是4到8倍 所以這個功耗提升了很多 所以你今天開發軟體的代價很多 就是 你看 上面這個軟體 假設它是1倍的話 1倍功耗 這邊假設 跑在A9的call 假設1倍功耗 那這邊已經提升到4到8倍 那所以你看 同樣的這個程式馬 跑在同一個時脈下 就是4到8倍的開箱 然後寫程式 你去想 我能盡可能跑在A9上 我覺得去跑 然後 非不得理 跑在A72 A72跑完之後趕快叫平 趕快趕快做其他處置 所以你想 這過年中要考慮議題非常多 所以我們在上個講座 有提到什麼 用到什麼 Machine Learning 為什麼用到 因為我真的要很明確知道 什麼場底真的需要高功耗 講到高效能 因為高效能背後就是高功耗 而且 是好多倍的 所以根本就得不償失 因為切換是有成本的 每個core切換的時候 就是從Big到Little Big Cluster到Little Cluster切換 往往它都是幾百個 幾百個Microsecond級的 就是從Big Cluster到Little Cluster 是幾百個Microsecond級 甚至到Minisecond級的 的轉彎成本 這個是可觀的 切換比例 比如說 就算一Minisecond也好啊 才千分之一秒 千萬不能千分之一秒 你要做的代價其實非常非常大 而且你還考慮到 還有周邊 其實基本上這對整個系統設計來講 都是非常巨大的挑戰 這也是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 這個產業有個大問題 聯發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 就是已經克服很多問題了 所以這個是值得欣慰的 但是問題是台灣很多公司 對不起還沒走到 但是又不得不住 這是為什麼要把局辦這個講座 我希望把這些事實揭露出來 那也希望說鼓勵 千萬不要覺得別人都做掉 我們還做什麼鳥 絕對不要這樣想 我們有極大多可做的事情 我們在上次有講什麼EAS 之類的 有各式的那個schedule 真的Big Little 千萬不要說Big Little已經很承受 千萬不要這樣講 它是有個很好的infrastructure 很好的基礎 但是真的需要你我投入 好 那再繼續看下去 那我們再講一下這個 真正的多核長什麼樣 前面剛剛講過這個on11npcore 是第一個on11npcore 是第一個on11npcore 而且它的這個 考量點還是比較少的 好 我們來講A15 雙核A15 雙核A15 雙核A15像什麼呢 叫這個 它的實作 比方說 得咒義器有什麼 AN57 那這個東西是針對這個公控 還有一些電信商 電信商的需求 好 那這個 比方說AN5728 那AN5728 什麼呢 AN5728就是 雙核 好 那它這個東西 很很驚人 它的運算力很驚人 那你可以看 剛剛這張對照圖 那在 已經在很多電器上有用的 那聽說跟 某些 資料倉儲有關 不能講哪些廠商 你可以猜猜看是誰 好 那回來就是說 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我們來講一下 雙核A15 好 然後我們怎麼看呢 這張圖看起來超複雜 對不對 我們先看到有那種數字的 比方說左上 有沒有看到GIC400 那右邊看到NIC 圈起來 你大概可以猜出來的 這個400 一定是版本號 而且這樣 而且跟這個 Core 一定有點關係 沒錯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是你把一些東西把它圈起來 就是說 Mali 你知道什麼 這是GPU 按買下Mali已經買很久了 它原本是一家 芬蘭的一家公司 做圖形其人 按在十幾年前把它買下來 那變成一個非常成功的產品 Mali 那GPU很大的代價 所以這之後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 就是按跟GPU通訊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個手機裡的這個按處理器不是只是探討 按處理器而已 這就是GPU 都要探討 這不是說我們要提外繩子 不是 這是基本款 好 拉回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什麼呢 就是整件事要考慮一些非常多 這個GIC 就是什麼 Genetic Interrupt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在前面講的Intel Distribution 比方說 左邊一個Encore 右邊一個Encore 注意到 這邊的iCache D Cache 都是獨立的 然後這邊會有個L2 L2 L2在這裡 然後這個SCU 就是前面講過那個Snoop Control Unit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再來什麼 有一個L 這個 你既然有L2 就要接到一個東西 注意到這個L2接到什麼 CCI Cache Coherent Interconnect 一直接下來 我們之後再繼續探討 好 這邊呢 是一個 所以你看這邊有個GIC 專門處理中斷了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專門處理Cache Coherent 然後再來是MNU 事實上你對周邊 所有周邊都需要做什麼 IOMNU 這東西記一下 IOMNU 這IOMNU在做什麼事呢 基本上它是 它就是一種 機體管理單元 可是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有趣的地方是 你看你想一件事喔 IOMNU也是周邊 這些周邊 其實它本質上它會希望說 它會得到一塊連續的機體 像GPU 它會希望我得到的機體是連續的 我從CPU 配置給GPU 我可以讓GPU 可以得到一個連續空間 所以我GPU操作的時候 不管是畫點 畫線畫圓 畫很複雜操作 不管做什麼Testure 基本上都是對連續的機體 可是問題來啊 我真實的實體機體 真的有那麼多連續的機體嗎 其實很難 但是我可以透過一個這樣的單元 我把連續的 我丟給什麼 GPU 或者丟給其他周邊 那這樣的話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更好的資源使用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IOMNU 那這個東西也有版本 比方說這個版本叫400 所以你看到 GIC400 MNU400 CCI400 好 那除了這以外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BUS 你知道按鈕的東西叫AMBA AMBA AMBA上面有版本啊 不是這個MBA 抱歉 它叫什麼呢 叫做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Bus Architecture 這個都很好玩 這是AMBA最早提出來的 以前叫做Advanced Microcontroller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Microcontroller了 你都用在Server了 對不對 那已經不是Microcontroller了 但是還不重要 只是名字 好 所以事實上 ABA從4.0開始 4.0開始 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其實3.0就有了 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高速的BUS 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高速的傳輸 所以這個東西很關鍵 就是說它事實上 它整個速度大幅的提升 我可以支援USB3.0 我可以支援很高速的需求 然後呢 這上面呢 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 一個控制 控制界面 所以比方說NIC400 然後所以內部 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 CCI是決定你的多核的可用性 CCI是決定你整個系統的效能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今天處理電腦 一般電腦最重要的用途就是處理資料 那資料的一次性很重要 因為資料沒有處理好的話 資料就是錯了 我對個怎樣錯的資料 就是你看到 我拿到個錯的資料 不管怎麼快拿到 那就是沒用 錯就是錯 我拿到錯的資料 就要等到下一次把它弄對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CCI其實它直接影響到整體的效能 不是指著CPU變快就行了 因為我們是多核 然後我有不同的L1、L2 所以基本上CCI對於這個多核效能 影響很大 所以CCI往往也是這個SoC決勝的關鍵 所以你看很多公司 Qualcomm也好 MediaTag也好 Sansom也好 基本上這些公司都會做自己的CCI 公司去提供特製的CCI 去License給不同廠商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甚麼 以前做這些技術的廠商 是來自高速電腦 以前做那種工作站 高速電腦的設計 所以變成說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過去在高速電腦 在那些cluster 在那分散式系統出現的技術 只會在這種環境出現的技術 但是現在用到哪裡 用到手機 你每天用到的手機 就出現只有那種敬畏的感 就是一直手機 有太多你我沒辦法設定 沒辦法參透的東西 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 尤其你是一個諮詢電機背景的人 一定要抱著敬畏的心去使用手機 你現在不懂的關係 但是你應該抱著敬畏的心去瞭解它 去思考中間的道理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 功耗你可以看到什麼事 這功耗就落差很大了 隨著製程的進步 這東西很好玩 隨著製程的進步 你可以看到像10奈米製程來講話 我有機會等一下得到更好的效能 重軸是效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 同樣這個10奈米製程 你可以看到什麼事 就是同樣是這個 同樣是這個 這個什麼 青色的 這條線 所以你看到效能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但是你也要知道說製程背後 其實有涉及到的就是不同的良率 不同風險 所以包含說很多廠商 包含連怕科技 基本上也是肩負很重要的挑戰 因為畢竟越新的製程其實衝擊越大 那現在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10奈米 那你也許有聽過什麼7奈米 或是其他更高的風險 那現在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以為我們已經接觸到手機 往往是用最新的技術 以前不會發生 但現在發生的事情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來回顧一下 所以我們在整個系列探討的東西 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探討的地方就是包含說什麼 從架構面 所以你看到說 我們前面有講過 從2000年開始呢 整個手機的出貨量就是破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麼 UN在大概是在02年 就是到一個million 注意到英文的million 跟就是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 billion不一樣 這個billion是講 美式英文是講10億 所以這個在02年的時候 UN的裝置達到了10億 然後在09年達到什麼 百億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在2014年的時候達到500億 當然是整個以總量 我們剛才講過IoT思想 可以看到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看這畫面中來講 A8 A8一直出現很久 過了好久才出現A9 A8 05年就宣布了 但是A9從2009年才宣布 所以以前變工比較 架構 10座的改朝變化 改朝換代比較慢 但是後面都很快 後面狂的啊 A9 A15 A17什麼鬼的 一大堆 而且這幾年非常的狂 那M系列也不妨多亂 一開始M3之類的 注意到這個 忘了都是先出一個比較 檔次高一點 就是中間檔次的 然後再出一個低價的 跟一個比較高 高效能的 所以你我在哪裡 你我在這裡 就在這個畫面中沒畫出來的地方 就說這裡 所以事實上 如果你今天要學習A9技術 你應該把自己教練放哪裡 放右邊 所以你想 你真的學習A9技術 比方你2017年開始學 你什麼時候可以學到一個 很精緻的地方 就是說很學到一個 可以把 過兩年後 如果你學兩年 發現還不太懂的話 這是你的問題 這個你就要檢討一下 就是檢討一下你 你知道有些東西是要天分的 所以如果說你學了一年 你應該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境界 那學兩年應該可以 應該知道自己適合哪一些的 所以你要想 那是什麼時候 那也就是什麼 那也就是2019年 所以你要去想 我學兩年之後 如果我今天是可以成為專家 我要在哪個領域著手 所以其實你現在想 我要從哪一個切入 從高效能的地方切入 從中間層次的 就是一個特質的應用 所以其實你現在就要想 按著這個學習 必須是必要實際的 很多人說 我講課都講很現實 講的很功利 對 你上面之後看到哪個東西不功利 對不對 才會有帶動的技術 所以你我絕對不能忽視這個 沒有純技術這個東西 沒有 技術就是在解決人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先搞了人的需求 要搞一個經濟活動 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正向循環 才能夠讓你我過得更好 可以繼續探索更深的境界 好 這個Mari的地方呢 這個我們今天沒辦法討論 事實上是下次的 下次要來探索的 好 然後接著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在我們下 下個單元要來探討什麼 下個單元來探討就是 下個單元要探討的地方 就是按著指令 按著指令 好 按著指令的話 請大家先預期一下 就是說幫你說 一開始比較 按跟MIPS的差異 然後再比較說 像A32 T32 然後再來我們就要看比較細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數位邏輯 如果不是很熟的朋友 趕快去複習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一點點數位邏輯的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介紹一下 按著 然後跟著幫 R-LU的設計 還有按著PoolCounter的這個 描述方式 好 然後再來什麼呢 對這張圖 這張圖非常經典 我們會好好的講一講 然後再來是按著有不同 按著有一個使用者模式 然後五個特權模式 這五個特權模式又代表什麼意思 這張按的特權模式不是只有五種 它有好多種 那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按要去定義這個東西 那以及說 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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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比方說按的系統怎麼啟動 那按運作的時候 到底是Big Ending還是Little Ending 很有趣 事實上兩個都有 那我要怎麼知道 按是在Big Ending 還是在Little Ending的運作 一開機的時候要去設定 那我怎麼 我寫程式是怎麼知道 這個系統是支援Big Ending 還是Little Ending呢 這是好問題 我們接下來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 好 再來是說按的指令 所以我們在下一個系列 就要認真來跟大家探討 按的指令 有幾個分類 然後呢 當然我們 因為時間的關係 7 按V8太複雜 所以 可能在這個 手機裡的 按處理器這個講座 可能沒有機會跟大家探討 所以 但是有興趣的話 你還是可以自己看 然後呢 在按裡面有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比方說呢 比方說這個Bell Shifter 這個Bell Shifter 到底做了什麼事 那以及說 我怎麼去表示這樣 如何 考慮到Code Density 按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怎樣 就是Code Density 所以Code Density 所以Code Density不是只有台灣人有 老闆覺得邏輯就是 他絕對不做小的攤 他要攤就攤大的 所以呢 他是 直接在最核心的地方做 去提升那指令密度 那我們想 這件事怎麼做的 好 這東西去想一下 然後接下來是什麼呢 接著是這個Lostola 還有 跟大家講一下 直接寫一些按的主語 所以我們下次 這個下次也會來探討這個 按的主語 怎麼去 怎麼去賺血 那以及像這個 這個東西就 比較廣泛一點 所以 這邊有個講義在哪裡 講義這個 好對不對 這底下 你要往下捲一點才會看到講義 這個講義呢 就寫得非常細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這一份講義呢 就比較這樣 藍色背景的講義 就比較 比較 比較科普一點 那後面的講義 就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比較像上課的講義 就是 你看很多課程 技術課程的那個講義 他就是 寫得比較 比較廣一點 就是就是 然後 頁數也多很多 所以我們下次 我們今天 到了尾聲 好 終於可以來休息了 所以不知不覺 好像從了這個 從了7點半 不小心講到11點半了 好 那下一個系列 有可能也會講那麼久了 所以這個 就是 沒辦法自動